这是一个身材恶诺多姿的美女 她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一个耳光 一切从早上的世门大会开始说起 星云宗规定外门弟子 十九岁时必须打到练习近六传 否则将被逐出世门 我顾少阳练了六年 直到了五重近景 只差一点就能留在仙门 果然 在逐出世门的名单中念叨了我 我愤恨地仰天长谈 真是可恶啊 明明就差一点 然而下一秒 我突然晕倒在众目回头之下 不知过了多久 我从睡梦中惊醒 大声叫喊着我不负 这是一位女子走的家 她便是早上宣布逐出世门名单的夏世纪 是清云宗内门首席弟子 也负责外门弟子的监口 而令我十分惊讶的 却是她的身边为什么围绕着那么多情 夏青秋有些无奈 你这是摔傻了吗 她劝慰我说 你虽未在规定年限达到练习六年 要被驱逐出世门 但练习五重也不够让你今后 在家族里平安一生 我赶紧向她解释 夏世纪 你身上真的有奇怪的气泡 夏青秋有些不耐方法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 你知不知道刚才你都闭气半个时长 进不了仙门的大有人在 我却突然出言打动了她的口 夏青秋无奈地转过头来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然而下一年 我却突然窜到了她身体 指向了旁边的气泡 你看 真的有泡泡 夏青秋的脸疼了一下就回来 你要做什么 我直接抓着她的脸床 想让她朝旁边看 真的有气泡 难道你看不到吗 接着我用手指戳了戳气泡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而下一年 我发出了一阵声音声 天呐 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吸进身体里 听到我的奇怪声音 夏青秋的脸更加的红了 忍无可忍的 她直接一巴掌将我扇飞了出去 我直接被这一巴掌扇在了墙上 挣扎了好一会 才听墙上掉下来 我却感觉肋骨好像被断了 夏青秋被我气跑了 临走前 她吩咐和我平时外门的张海师兄 复合把我清理出山里 张海跑过来 眉飞色舞的对我说 牛啊 故事帝 我刚刚可是全部都看见了 而我却完全没有注意她说到我 而是在好奇 她身上可能也有这个气泡 你竟然还敢对 中文第一美女夏青秋跟贤诛 而且还露出那种短情 你难道不知道她的身手 随后我便操上去 想用手指去戳这个气泡 而这时张海刚好睁开了眼睛 这下不光他脸红 连我都脸红了 场面顿时十分干大 我赶紧趁着筋捏住气泡 还像他解释不是他想的那样 然而张海却根本听不进去 他大喊着有变态 就疯狂逃窜 我去 这下误会大了 我摸了摸刚刚拿来的气泡 元气两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随后 我将这些写着元气和木属性的气泡 纷纷戳破 顿时我便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正在吸收着这些属性 原来如此 只要戳破这些气泡 我的身体就能将这些东西 全部吸收进去 随后我发现房间里的 每样家具板件 竟然都能掉落物属性 我一阵兴奋 难道我要成为天才了吗 兴奋过后 我又有些无奈 看来元气就是用来增加 修为能力的行情 可即使这块下肯能时 也才加了97点元气 而吸收掉后 原本的气泡属性消失 变成一个倒计时 看来就是下次的回复时间了 而且刚才吸收下青秋的根骨气泡 吸收的感觉和元气完全不一 这应该和木属性类似 是提升属性天资一类的气泡 我笑着玩弄手中的零食 虽然闹了半天也没搞明白 怎么就突然能看到这些气泡 不过既然老天给了我这个能力 可不能白白浪费啊 第二天 张海正四处散播着 我是变态的人 他一脸苦恼的样子 幸好他测试没通过 很快就要被赶出山门了 这时我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份 一拍他的肩膀 张海师兄 原来你在这里了 张海回头一看书 立马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下一秒直接跑到了十米台湾 还哭喊着求我放过来 我却露出了一脸阴郁的表情 怎么可能放过你 你身上可是有我最需要的东西了 我叫顾少阳 本是一个没天赋的废柴 就在我要被逐出山门时 净意外发现自己 可以吸收别人的属性气泡 如今我只能吸收更多的属性气泡 来达到练气劲六重 才能留在清雲中 但面前的张海师兄一见到 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时我却看到旁边的一位吴师弟 他身边也有属性气泡 吴师弟尴尬的跟我打招呼 我却露出了一脸猥琐的表情 低声黑黑一响 吴师弟立马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下一秒便掉头就跑 追赶上了张海的步伐 嘴里还喊着你的变态 不要过来啊 没办 我只能在后面尽力追 很快整件事情就演变成 我追着整个外门的弟子们 他们一脸的震惊 救命啊 都没人来管 咱们外门什么时候出了这号呢 我在后面死命的追 引人这群混蛋 快都停下来 让劳资再吸一顿 王海一脸的豪华 这家伙他要牺牲 然而下一秒 他们却突然在我面前停了下 说着特么的不好 随后他转身喊了 咱们这么一大群 竟然被一个练气 只有五重的变态阶子 这么浪贵 我见他们不跑 笑呵呵地走过去 这才对我 大家干嘛见我就跑 我又不吃人 吴师弟小声地 对身旁的张海说 我听说被女鬼上身的人 会吸食男人的氧气 顾少阳会不会是被女鬼上身了 所以想吸男人的氧气 张海却咧嘴一笑 管他是不是女 揍一顿就老实了 我心里却在想着 只要你们不跑 怎么都好 说要打架好啊 你们谁先上 谁知张海却喊着 谁特么要和你单挑 大家一起上 我却微微一笑 一起上 心里想着我还正愁这么多人 要怎么一个个去接近我 随后我露出了一点见性 我只要不正面战斗 专心牺牲那些气泡就行 然而这时王海的一拳 已经打开了我脸上 这家伙想什么呢 笑得这么紧 这一拳直接给我踩飞了出去 撞到了旁边的墙上 发出了轰的一声 我抹了抹嘴角的鲜血 褐槽 我还没喊开什么 幸好我趁机拿到了 他的强壮手机 不然这一拳可就白癌了 还没等我喘口气 一群弟子便跳到了墙上 随后我就受到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围风 想揍我的人很高 没一会儿我便拿到了 不少的属性气泡 一下子吸收了这么多的属性 我感觉我的修为 马上就要突破 这时大师姐夏青秋走过了 看到所有的外门弟子们 都围续在一起 我说 怎么广场一个人都没有 你们都聚在这里干什么 这时我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 一把就抓住了夏青秋的脚 手里抱着一堆属性气泡 可怜兮兮地对她说 夏师姐 就我了 夏青秋瞬间惊讶地盖住 下一命 她便抽出被我抓住的 恶狠狠地一脚踢在了我的脸上 我的身体被这一脚踢得 直接滑行了肌膜 我忍着痛爬了起来 我去 她是魔鬼 这一脚也贪 还好我趁机拿了 她身上的属性气泡 我将手中的气泡吸收之后 已经就差一点 就要达到练气六重 你为了练气六重境界 可以离开外门了吗 夏青秋这一举动 有些吓到了 我磕磕巴巴地说 我到了六重 我乃清凝宗内门手足 你当我 看不到你的修为吗 你现在 勉强到练气五重上街 离起早上的中间 的确让人有些意外 但五重就是五重 你现在离去 之前的事情 我既往不救 但若还撒谎耍赖 我就为了你这个变态的一身修为 这是旁边的一名弟子 也在劝我赶紧离开 毕竟18岁 能否达到练气六重至关重 这关系这以后 能否突破练气 达到剧缘期 我却对夏清秋说 我真的达到六重了 不信的话 师姐可以亲自试一试 敏丸不灵 你要记住 若没达到 可是要被我废去修为的 我用手撑着地面勉强站了起 我握紧拳头对夏清秋说 那如果我达到了 你若是达到了 要什么随你和我夏清秋说到做的 这个少年 有多牛批一个吊车尾的外门弟子 竟敢挑战内门手袭弟子 旁边围观的弟子们也十分震惊 他疯了吗 要和夏师姐对决 夏师姐乃是中门第一天台 修为早就达到巨人境巅峰 距离明珍只有一步之遥 他一个被淘汰的万人弟子 到底哪来的勇气提出对决 我却对他们的话嗤之以 对决开什么玩笑 这次的题目可止试一试 我又没有达到六重境界 所以说只要我展现出六重的实力 就算过关 我看向夏清秋身上的水性戏跑 为了能达到六重 我必须吸收 立刻能看到效果的气 所以勤奋首先被排除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元气的建议 从前面吸收的经验来谈 元气可以直接提高修为 而之前吸收的根骨 能提高吸收元气的效率 可这个建议的气泡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出手吧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我却摊了摊水 对他说 可是听说夏师姐 你以巨人境巅峰 一招就能打败我 这样恐怕很难展现出 我原本的实力 既然是测试 我自然不会主动出手 你大可放心来光 我微微一笑 等的就是你这就 随后我搜的一声 便朝他冲了出去 我一双指做剑 朝着夏青秋冲了过去 但他只是随意地 侧身躲闪 但我这只是阳光 我趁机拿到了 他身上的属性系统 可惜本来想抓元气的 他躲的速度太快 便躲过了我这一招 我抓他右侧元气 他侧身躲闪 反而左边的勤奋 被我轻易地抓到 一次不成 我再一次冲了上去 谁知这次他灵活的闪地 让我直接双手拖了个脖 而他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后 手中的长剑 直接抵在了我脖子上 太差了 你连五重境界都不如 我没有在意夏青秋的谎 却发现现在这个行事情 剑翼的气泡竟然破手 没时间考虑 只能先拿了再说 我伸出双指戳破了 那个剑翼气泡 我感觉大脑一阵 似乎感受到了 剑翼中的凌业劲 这时夏青秋眉头紧脱 在我面前还敢分身 下一秒一巴掌 直接打开了我的脸 他的一声 直接将我扇飞到十净明年 你还是尽早下山 至于修为 我也懒得废 说完 夏青秋就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我却出烟阻止了他 我单手撑腻 半蹲在地面上叙事待发 接下来该到我出招了吧 随后 我瞬间便冲了出去 一个在旁边看热闹的弟子 下一眼 就发现自己手中的剑 而此时 我拿着剑冲到了夏青秋面前 夏师姐 你看我这一剑如何 说着 我便一剑砍了出去 夏青秋赶紧闪身 他已是巨人镜巅峰的高手 我这一剑自然伤不到他 可他没想到我剑中 竟然厉害是剑冲 凌岳的剑冲 直接将他的英秀塑造 破碎的不快 从空中飘然落下 我这一剑已经达到了 练技七六重的水 让在场的弟子们都惊呆 夏青秋也握着破水的袖子 成内部 我赶紧凑上前去说了句 承让了下视机 然后趁机拿走了 他身上的元气气 随后我便开心地 边欣赏着气袍边准备 没想到建议气袍 竟然能让我直接投武 能圆满不可路 那这颗内门第一高手的 元气气袍 对当时踏入六阶内 说着我便将手中的气袍捏 这是一种冰冷的长剑 再次比达了我的脖子 我转头询问夏师姐 这是什么意思 夏师姐你们没分别的质问 我为什么会有剑气 一般只有修习剑术多年的人 才能练出剑气 你一个外门弟子 怎么会领悟剑气 这女人怎么老喜欢拿剑之人 但我还是面带笑意地对她说 还不是因为师姐 你的主约这么有名 换谁都要拼命赢了才行 夏青秋听到我的话 顿时修红了 其他的弟子们也一副吃瓜的表情 我赶紧问夏青秋 我的考核算是通过了吗 夏青秋收回了手中的剑 淡淡地对我说 希望等你那门大考的时候 还能有这份语 随后我又问他赌约的事 还算不算数 但夏青秋却沉默 我害怕他恼羞沉默 赶紧笑嘻嘻地说 我开玩笑了 其实我就是怕被赶出青云棕 迫不得已才和你比试 这时夏青秋却转头对我说 等你想好了 就来那门告诉我 随后他便直接转身离开 这下旁边的弟子们彻底震惊 夏师姐竟然真的说到作品 许给了一个外门弟子任意要求 但此时的我却也知日 本来还想要个厉害点的剑 结果还要我去内门找你 算了 我还是先去藏金阁找找看吧 我是万万没想到 仅仅只是吸收了这个剑意气泡 我便得到了夏青秋修炼多年的剑 但我还不会任何的剑 我便来到了藏金阁 可惜外门弟子只能进入第一次 这本人接上品的孤沙剑法算是最好的 听说练好了甚至能发挥出地阶威力 随后我回到了房间 现在外门弟子的属性大多都被我吸收完了 就连原始也没有 半年一考的内容晋升试炼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做 看来只能去那里试一试 几天后 我来到了麒连山脉 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妖兽 此时我正躲在树后抠口 妖兽身上果然也有属性气泡 只是没想到刚进外围 就碰到了二级妖兽大力的血 天元大陆的妖兽 第二级相当于人类的练剂 三四级对应巨人剑 五六级对应人真剑 七八级对应选单 九级则是神海剑 这大力蛮雄能力在我之上 得小心才是 此时麒连山脉的另一边一行人 刚刚击杀了一只大力蛮雄 为首的正是清云宗内人弟子花树龙 他正边擦拭宝剑上的鲜血边 听着手下扣 他满脸的憎怒 你说那个赶桃戏夏青秋的外门弟子 竟然彼此来了麒连山脉 那名手下讨好的笑容 然后向他详细汇报的夏青秋 输给一个外门弟子 花树容易了 他人现在在哪里 现在的我正在和大力蛮雄激战 他一爪子就向我拍了过来 我咬着牙尖男的 挡着熊狂暴后的力道 起码有上千斤 根本没法应来 只能尽快先吸取掉他的属性 于是我便吸收了他的狂暴属性 瞬间 我感觉自己体内血气狂冷 刚刚还无法承受蛮雄的力量 现在我直接顶着他的巨爪 轻轻松松站了起来 接着我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大力蛮雄向后推了回去 随后我吸取了大力蛮雄掉落的全部属性 他对我突然暴涨的力量也有限 但下一年 他又怒吼地朝我出路过来 我不想再与他过多纠缠 直接抄起长剑 使出了刚刚炼成的孤杀剑 一剑就朝着他刺了过去 他的身体瞬间被红色剑齐提供 刚刚还张牙舞爪的大力蛮雄 被力量暴涨的轮件点上 重重地倒了下去 在刚刚我获得了狂暴属性 在狂暴状态下 我力量 速度等几种属性立刻暴涨了一大几 一剑就将二级妖兽大力蛮雄斩杀 真没想到这个狂暴属性竟然如此厉害 我吸收掉他的属性就相当于将他弱化 死削笔掌后杀他就容易多 可惜这头巨雄没有元气属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等级太低的人 此时一阵脚雾身靠近 我大惊失色 赶紧回头查看 来的正是花束龙女行 他们很是好奇我这外门地主 如何能越三街杀了这只大力蛮雄斩 我冷冷地瞪着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花束龙身旁的弟子一直闻路 这可是那门弟子里排行前三十的花束龙事实 他问你是最好乖乖回来 我摊摊水 低头一笑 三是名买 不好意思 第二名我都没记住 花束龙被我激怒 指着我将手下能将我拉下 那几名弟子闻言就提着刀剑朝我冲了回来 我没头紧撞 立即发动狂暴手心 递着剑瞬间冲向其中一名玉玉 他还没来得及等 另外两名弟子都有其正经 这速度难道他是挺凶的 看着像是某种药报尽 虽然我靠着初期不易战得的先机 但刚才和蛮雄对战已经消耗了我大量体育 而且这几人起码都是练起八重以上 后面还有一个不知修为的花束龙 看来还是要找机会先考为量 我转头对花束龙说 花是凶 你我素未谋面 不知是何事惹到你 花束龙一脸明智 你虽未留我 但如果我能帮夏青秋名去一场为难的陪念 岂不正宗美人心命 随后他咧嘴大笑 说不定他感激之下对我产生情愫 这岂不是一段佳话 我露出了阴郁的表情 所以你是想杀了我 花束龙贪贪手笑着说 其怜善败这么大 你如果被妖兽吃得事不如可 那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这时我突然指着花束龙的身后啊 夏世纪你也来了呀 花束龙听到我的话 赶紧回头查看 可身后却空无意 等他再转过头来时 我已经纵身一跃 跳到了一棵大树上 大声喊道 天狗 如果我要夏青秋宰了你的斗头来兑现对我的沉默可好 说完我就直接转身揍了 花束龙一脸奋 大喊快给我跌 他进了麒麟山脉深处 更是死路一遍 我是万万没想到 仅仅因为与美女 一个赌月 我便遭到他的疯狂填补的追杀 一个巨猿进外加三个练气八传的狗腿 正面战斗我根本没有胜死 该死的 要是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杀他们一如反尘 现在只能去上脉深处夺 看看能不能找机会 借助妖兽的力量将他们击破 此时的不远处 一位身材恶魔多姿的粉色长发女子正走在森林中 她的生活 一名黑衣人在树上暗中跟踪她 少女微微一笑 你们这些杂鱼还真是阴魂不散 树上的黑衣人没有废话 直接发出了球员信号 接着便手持长枪从树上一跃了下 逃着少女刺了过去 少女眉头一动 下一秒直接伸手一扫 将黑衣人手中的长枪一跃打 美女迅速近身 挥出一掌打在了黑衣人身上 黑衣人直接飞了出去 风的一声砸在了一棵大树上 而此时躲在树后的我紧张地捂住了自己的女人 糟了 我好像遇到了不得了的事情 我看得看倒在一边的黑衣人 她身旁掉落的属性气泡至少还居然进了上 但却被这个女人青春扰杀 难道她已经到了门针界 简直强的离谱 此时乌泱泱的一群人已经 将粉发少女的繁衣为主 少女眉头微重 出动了这么多人 看来是铁心要留住本宫了 为首的面具男部做潇洒 扯开折扇 说道 公主孤身出现在麒麟山脉 这可是千载难从的机会 谁让您身上的血脉让人垂涎 男人恭敬地说道 直日游神拜见公主 还请公主随我一同前去拜见新军大人 公主冷冷一笑 我若是不去呢 直日游神啪的一声合上了折扇 那就只好对公主动作 少女眉头脊壮 一个小小的游神想起来 让你们新军来 此时的我正在一旁偷偷吸收着气泡水 光源气就掉了这么多 得赶紧吸掉 可不能浪费 这时花束绒却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 举着长剑向我劈来 顾少阳 你受死了 我敏捷地向后遇到 躲过了这一劫 好家伙全倒场 看来只能过水冬云 我立马跳了出去 慌张地喊 不好啊 杀人啊 我指着花束绒和刚刚被杀的黑夜大 他们杀了一个武士 就在那刚刚还剑拔女张的场面顿时有些安静 过了一会儿 何人啊 我一转头就朝着花束绒几人喊 问你爸呢 快说 花束绒剑场面有些不妙 抱全恭敬地介绍自己 还说是奉命追拿叛逃师门的 我见他在这瞎说 我立马转头反 这时直日游神却低声说道 波噪 全都给我杀了 我震惊了不是吧 这么好 随后他的几名手下便朝着花束绒几人冲杀过去 也有一名手下挥舞的长枪朝我次来 这些喽啰竟然都去文静 根本没法 我转头看向刚刚那名少女 这个公主既然跟他们是对的 也就是说现在只有她身后才是最安全 下一秒 我便直接转头朝着那个公主逃去 公主秀眉一皱 脸顿时就阴沉了下 一股无形的杀气在她身上蔓延 我有些吃惊 竟然是新的杀气属性 本想逃到美女公主身边避难的顾少阳 却被她身上的杀气属性气泡吸引 上次下青秋的剑气让我受益飞起 不知道这个杀气又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惊喜 那么这个杀气更是要势在地 我提着剑便朝着公主冲去 她伸手一挥 一道青色剑气就不够了 我直接挥剑使出孤杀剑 两道剑气瞬间就被吞在了一起 我趁机朝公主冲去 一掌就朝她劈了过去 公主侧身躲过了我这一掌 但我的目标却是她身旁的杀气属性 公主喊着倒死 一掌就朝我拍了过来 我赶紧握警掌 全力抵挡这一击 却还是被她这一掌赶得连连到退出树墓 我的嘴角渗出了鲜血 借助长剑 我才勉强稳住了身心 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微笑着捏碎了手中的杀气气跑 顿时 一阵与公主一样的领着杀气 从我的身体里放拔 公主一脸的震惊 这气息好熟悉 她怎么突然会有我的杀气 天宫的子弟感觉到我气息 立马大喊 这小子跟公主气息一样 肯定跟血渊脱不了关系 别让他跑 随后一群人便朝我冲了宝 公主睁大了眼睛 原来是这样 下一秒她直接出手 几名冲过来的天宫弟子 瞬间便被打开 这时值日游神一掌 就朝着公主贴了 早就听闻公主三年前 以达明真记 几日就让我来领教一下 血渊的实力 公主转身喊道 你还没资格 随后一掌就赢了过去 一旁的花树荣 看着两人的打动 一脸的震惊 血渊 这个女人竟然是血渊转世 传闻血渊为上古大兄之物 她一生只认一人为伴 至死不云 血渊转世的人 也是天才一般的存在 拥有着所有修仙者 都梦寐以求的天才自知 是寻常人修炼速度的几十倍 直到圣地发现了 他的另一个方向 药影 有圣地大能发现炼丹 加入血渊这个药影 所炼成的丹药 竟然能助他们扑破神 从此血渊转世之人 不再是天才 他们指引着 每一世的血渊转世 情感圣 被当成药影培养 由于血渊会一直转世 所以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药影命之不及 直到药影知道了 他们自从命运 如今每次血渊转世 都上一天杀星 曾有血渊折落凡间王朝 遭到圣地出手抢 结果整个王朝 生生被屠杀殆尽 这时花树荣转头 朝我大喊 你竟然跟血渊有瓜子 若是让宗门知道 定会将你驱逐出去 我看着还在打斗的 俩人也有些吃惊 这个女人竟然是血渊转世 我吸收了她的杀气 被吾认为是一位 所以她现在是在游减 此时俩人几个威和打击 直日游神 完全不是公主的罪手 被她一掌直接拆开 直日游神直直向后飞去 这时她的背后 却出现了一个人 单掌一颇 直接将直日游神接了下 她便是四大天官之一的谢游亮 直日游神回头一看 说道 天官大人 您终于来了 随后她便和其他天公弟子 一同下跪行动 谢游亮看着公主 笑着对直日游神说 血渊已三年未鲜 这次你寻职有功 带回到天公必有重伤 我有些无奈 可恶 竟然又来了个更厉害 我转身掉头就跑 谢无量立马吩咐直日游神 可其他手下来招我 公主健壮 直接一闪 就朝着直日游神打去 却被谢无量出手挽住 你的对手是我 他微微一笑 大联国的女窝头 竟然出手 就一个练习性的心 真令人好奇啊 不过你觉得 他能逃得出我们天公的追杀呢 这个男人竟然因为 误入血缘与天公的争斗 被天公的直日游神疯狂追杀 看着眼前实力强大的直日游神 我躲在树后瑟瑟发抖 没想到吸收了 妖兽的敏捷鼠星红 依然摆脱不了这家伙 见他向另一个方向追击 我以为终于安全了 便大摇大摆地走 殊不知直日游神 正躲在旁边的树上 冷冷地看着他 时机一到 直日游神直接一掌 向顾少阳拍去 感受着身后的动静 我嘴角微微上扬 上当了 早有准备的 我直接向旁边伸出去 随后一些枝叶 便喷在了游神的脸 原来他刚刚站的位置 是一个巨蟒 好 里面的巨蟒蛋 已经被直日游神拍碎了 我站在旁边大声笑话 直日游神大人 好像有不怎么当 你这是偷袭还是偷蛋 直日游神却冷疯了一声 我当时你布下什么天罗地物 原来就是这些蛋了 就在这时 一个蛇尾直接向他派来一击 将他拍飞了出去 随后巨蟒直接追了过去 将他缠在了树上 在旁边的我一阵脱下 这是一条四级的巨蟒 妖兽实力 已经达到了巨人巅峰 可惜直日游神大人 怎么把人家的蛋挡 那你就品尝一下 来自四级妖兽的怒骨 直日游神哼了一声 说道 一个四级妖兽而已 他还没有本杀了 我一脚踩在巨蟒的头上 一手拿着长剑 一手拿着属性气泡 说道 那再加上我呢 下一秒直接捏到气泡 各项属性直接提升了一大剑 提起手中涂抹了眼镜 王蛇巨蟒的剑 一剑就像游神劈了过去 我下一秒惊讶住 谁知 直日游神直接徒手撕开了巨蟒 说道 你好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从一开始 你就觉得利用这条巨蟒能对付掉 随后伸手擦了擦面具上的血 继续说道 但在天宫 要成为大元国的十二游神 必须是明真记 直日游神话还没说完 我就搜的一手 拿着长剑出现在他身后 说到废话真多 直接一剑斩出 鲜血立刻就从他的身体里飘出 然后我微微一想 你应该发现自己行动越来越吃饭 所以我猜你先要跟我拖延时间 直日游神有些难以执行 怎么可能你只是练奇迹 话还没说完游神 就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我冷冷地说道 我的剑可是涂了眼睛王蛇的蛇毒 本来我这个不是刘饼花树龙 结果被你请向 看着直日游神的尸体 我叹了口气 好像当人过了明真境后 联气修炼得更加内容 基本上不会外泄什么联气气候 随后我拿起尸体旁的面具和木牌 准备把这些留下 说不定哪天还能用啥 这是花树龙他们赶到 看到地上的尸体 一脸震惊 我却微微一笑 真是冤家路窄 他看着我一脸置信的大喊 不可能 连我剧缘镜中期都看不透游神大人的实用 你一个小小的练气镜的外面地图 怎么可能杀死他 指着一旁的巨蟒尸体继续说道 一定是他遇到了四级妖兽 然后你从后面偷袭 我歪了歪头对他说 猜得不错 这时我亮出手中还在滴血的长剑 当妖兽是我赢给他的 花树龙指着我朝手下大喊 给我抓住他 把他献给天官大人 两名手下飞快地朝我冲了过来 这个男人有多牛逼 仅仅是练气级别 既然斩杀了比他高了 两个境界的值日游审 这时花树龙命令两名手下弟子朝我杀了 我一键挥出 直接将两名冲过来的弟子全部砍散 花树龙满脸震惊 他不是练气六熟吗 怎么会一下击退两个练气八重呢 我脸色阴沉地质问花树龙 我一直没弄懂 你想要杀我的原因 难道只是因为想要讨好夏青秋 所以就可以一路追杀一个素未能力 没有任何仇怨的人 花树龙低声说道 如果非要一个流动 怪就怪你太弱 杀你是最省心的作用 说着便提剑朝我冲了过来 我揍了揍没 这家伙少说剧缘中期 持久战我元气不如他 肯定会落败 所以只能速战复绝 试着找机会激怒他 再用最强一击打败他 随后我便大喊 想杀我看你有没有这个名字 就在他向我一剑向我次来 我一个闪身向后退去 花树龙十分惊讶 怎么可能 这速度至少是递接工 此时我已经跳到了旁边的树上 向着花树龙跑进大喊 怎么了 堂堂内门地 还是前三十竟然追不上一个 要被摔摊出去的外门地 此时我心里想着 刚才吸收了那个刺激巨蟒的水晶 速度竟然更快 花树龙果然被我惊入手里 提着剑大喊 嘴硬的家伙 我已不要让你跪地求劳 这次我直接拿着剑从树上 跳伞朝他冲了过去 这能力到底有多钱 砰的一声 两把兵器撞在一起 下一秒 花树龙的剑就发出了清吹的响声 直接断裂成两剑 这一剑使出了我全部的力量 花树龙整个人 被我的力量先掀了出去 随后我一剑就指在了他的脖子上 怎么样啊 八大哨 被我一个外门地子的剑 斩过的自我无论 花树龙震惊了海子 不可能 你只有练七六招 而我是巨人中七 你不可能一招打扮了 这时我心里想着 虽说他有些轻敌 才被我使出的最强一招之力 但越级打扮 这能力强度连我自己都没强 花树龙紧张地收着 我是一时大意 才栽宝的时候 小子 有本事我们单打不断 我正想结果 却听到一阵密集的脚户上 应该是天宫最慢的天兵精 搜到这边 就在我愣神的功夫 花树龙从地上爬了起来掉头就 嘴里还能挡着你给我挡着 回到宗门 我要你死 这家伙也真不狠 竟然选择自残来逃命 天兵众多 不仅靠我现在的速度 逃出去应该是不成问题 但是我想起了那时候的狗狗 好像在帮我逃跑 然后我咬了咬牙算了 别管他 我根本不是那个天官的对手 还是逃命要紧 这时我还是选择回到了公主打斗的人 只能看到他们打架后 剩下一片残肢断水 他们到底是谁赢了 算了 既然没人 那我就先回宗门吧 这里还是太危险 这时我的身体一阵颤暖 全身冷汗直流 这是一股危险的气息 从我背后袭来 阴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哎呀 这不是那只渊儿出手救的小鬼吗 这是反回来救他来了 好感动啊 说话的正是四大天官之一的谢无量 我头也不敢再拔腿就跑 然而我刚从树上跳起 谢无量便出手 一股强风朝我袭来 瞬间我就被刮落 哼的一声 摔倒了地上 谢无量微微一笑 我们再赌一把 看那只渊儿会不会来救你 我在不知不觉中 俘获了大明国公主的芳心 为了让公主对我死心塌地 我开启了无双 就准备英雄救命 就在刚刚 我因为太帅 被高冷富飞的帅气偶罢拐子 我看着谢无量赶忙解释 大哥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外门的小小弟子 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 谢无量没有理会我的信任 反而朝我提出了一个困惑他的问题 燕青渊明明知道 他写身份对圣地意味着什么 那为什么他依然要离开皇宫 孤身来到这麒麟山脉 我面色铁青 谢无量看着我傻眼都没让你知道吗 谢渊乃是大元国燕皇之女 说着下一秒就单手扒刀 准备让我来证实一下我的猜想 我与燕青渊只是第一次见面 那可是一国公主凭什么会来救我 看来今天是要交代到这里的 只听到刷的一声 公主既然真的出现在我面前 替我挡下了那一阵 谢无量发出来阴险的笑声 公主不是已经脱险了 怎么又回来了 看来老夫好像猜对了 随后看向了我 小鬼你好身后的福源 被公主挡在身后的我一脸 公主眉头一皱怒吃到老皮 就你话多 公主手中真气有多 感受到这霸道的力量 谢无量也是一惊 黄道龙气 谢无量同样朝着公主 挥出了一阵 在两股掌力的对抗之间 发出了轰的一声巨响 双方都没有占到什么瓶 而公主这一阵 确实消耗了不少的怨气 谢无量拍着手臂 微微一笑道 皇家的黄道龙气果然霸道 随后便一拳朝着公主打去 嘴里说着不过 想要打败老夫 你的龙气还差账本 公主立刻挥出双拳 使出黄道龙气来抵补 然而这一阵 竟然把公主身上的龙气属性 相比于刚刚那一阵 这一阵竟直接让公主后退了顺 腿脚更是渗出了丝丝血气 在旁边的我咬了咬牙 怎么办 连公主都不是她的对手 公主掉落出来的属性气泡 竟然就这么滚到了我的脚 我拿起属性气泡一看 彻底傻眼 居然是黄道龙气 我一百万年随 将其中的力量吸入体 好霸道的属性果然非凡少了 另一边谢无量并不打算 停手 逃着公主打去这边 我要打散你 黄道龙气 她露出了十分奸诈的笑容 今天我抓定你 这时我突然出现 朝着谢无量劈去 这一件我使出迄今为止 收集到的所有的人 你会像花束龙的 还要强的一场 那命来吧 我干完正事以后 就准备提父子走 殊不知公主看我的第一眼 就已经情投一合 就在刚刚 我冲上前来了一出英雄救命 获得了无数加成的 我抬手就是一剑 不料谢无量冷冲了一声 就凭你也想伤我 随后伸出左手抵挡 谁知下一刻就被啪啪打脸 这一直接击破了她的防御 切切实实地画在了她身上 公主趁此时机会 蓄了全力一掌 就朝她打过去 砰的一声 谢无量又被这掌打中 口中顿时喷出了鲜血 公主一击得手 立马抓住了我的手部 二话不说立马就跑了 直到我们跑到一处河流边 才停了下来 公主转头对我说 好了 就这里把那天关中了我一掌 暂时不会追过来 你送回青云宗吧 我连忙问道 那你呢 公主对我微微一笑 我乃大元国的公主燕青渊 自然会有人接我回去 既然如此 那你也自己小心 那个天关随时都会追上来 随后便准备离开 这时公主却突然叫住 同时露出了一脸 害羞的神色对我说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我生怕自己说的不够详细 就连自己穿了几条裤衩 都被交代出来 公主看着我愈发顺眼起来 这次多谢你了 救了我的命 我摸着脑袋尴尬一笑 要不是你回来救我 我可能已经领盒饭了 突然想起什么的 我立马问道 你刚刚不是走了 为什么又要回来了 连那老匹夫都猜到了 公主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反而看向了空中 接我的人来了 话音落下 一个个全副武装的人 从鸟背上一跃而下 属下来迟 让公主受惊了 我等罪该万死 烦请公主先行回宫 属下已派人搜查此地 一定不会让魔人逃走 我看着离开的公主 暗暗叹琴 直到走了 也没跟我说那个答案 数日之后 我便回到了清零宗外 本只是想去外面 吸取血缘器 加快修炼你 差点就有去无回了 看来以后还是少出门吧 待在宗门里 老老实实地提升实力 我刚回到住所 张海突然跑了过来说道 还有三天就要内门大考 我还正想着 故事弟怎么还不回来 可不能错过了 这半年一度的大考吧 随后他便小声地告诉我 你在外面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就在昨天内门那边 有人过来打听补风景 花树荣原来他早一步跑不踪了那样 那样炸裂的信息让张海一愣 内门的花树荣 故事弟怎么会和他结约 我阴冷一下 无妨 我也正要找他算账了 张海冷汗直冒 连忙提醒我 他可是内门排行第28位的高手 同时一把搭上了顾少阳的肩膀 随后摆出了一副林家大哥的模样 表示内门弟子想弄死我 易如反掌 能不招惹就不招惹 我略有尴尬地看向了张海 暗自想到张师兄 还不知道自己如今的实力修为 还是依着他比较 张海却没有停止输出 继续说道 好在咱们是外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到时候我招呼他们 都不要透露你的行踪就行了 对了 还有一个人也打听你的行踪 听到这则消息 我满脸意外 我可不记得 我得罪了那么多人 张海突然露出了一个猥琐的表情 故事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 明明上次对人家又是羞辱 又是单挑 还让人家欠了你一个天大的赌烟 张海摇着头说道 最难销售美人恩啊 听到这里我终于反应了过来 夏师姐他来找我做什么 我初次登场就让所有人大跌眼界 那门弟子怀疑我作弊 却根本找不到证据 我回到宗门后 就被张海告知我的小情人 来打探过我的消息 不等我问下去 张海便说到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挥手离去 想到三日之后 就能在大笔见到下师姐 就打消了刨根问底的想法 三日后 那门考核吸引了一大推外门弟子 前来参加 此次外门大考 前十名可获得中品原始一个 前三可获得养员单一品 把的头筹者得上品工法 第一场测试为牧人机关像 第一位唐明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看到此人 张海难难说道 这是上届差一点 就能进入内门的唐明师兄 据说已经达到了炼气九重 我则是询问起张海 对这次大考是否有把握 张海清轻看起这第一关 牧人像就是个难题 按照往年经验 炼气七重的都比较势力 我暗自在心中盘算起来 规则是通关家驶场 看来只有一股作气 直接冲过去才能顺利通关 坐在那门前的长老 冷不丁地说道 听说你打赌书给一个外门小子 竟然能让中门首席弟子吃灰 真是令人好奇 原来师父 你是因为这个才特意过来监考的 长老有些好奇地看向了夏清秋 你已经突破宁针中气了吧 北雪庄的北临江 韩月谷的几轩 都比你早入宁针中气 四大宗门的比试 你有几成胜算 夏清秋低着头说道 师父放心 徒儿一定会全力以赴 我听说你在修炼秘书 想要冲击宁针后期 北明雪虽为北雪庄第一天才 但放眼大元果 不过魏魏之柳 只不过是个宗门比武罢的 就要冒着功败 反射的风险贸然冲击 就算胜了 又如何 听说那顾绍阳只有练起六层 也能两三次在你手中占铁 夏清秋突然明白了师父所说的意思 拱手道谢 在清云宗 你虽然是天资最好 但对于境界追求的局面太大 这对你的修炼不利 静静的看吧 傅少阳的出现 或许对你是件好事 很快刚刚进入牧人像的弟子 便走了说 仅仅只用了不到两炷香的时间 当众人都以为 他会夺得头筹的时候 夏清秋突然高喊 下一位 傅少阳 我攥紧了手中的拳头 准备火力全开 让众人知道什么才叫做神速 我看着所谓的牧人像眼神一亮 原来只是给这些木制机关 注入了些元气 让其变得更加难缠而已 但对于自己这种 拥有提取属性能力的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为自己 量身打造的天堂 随后我咧嘴一笑 提起宝剑就冲了上去 在我全部吸收完毕后 那些所谓的机关人 都变得不堪一击 结果就是我提前 毁掉了整个牧人像 众人看着走出的我都傻眼了 一炷香的时间 还没过久出来吗 纷纷猜测起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弟子 是不是使用了什么作匕首的 此时一个弟子 忽然出声大喊 不好了 夏师姐牧人像被毁了 长老和夏青秋都是一脸不可置信 弟子再次说了 所有的牧人都被他打坏了 已经没办法再考试了 长老立马起身 怎么可能 那些牧人每个都达到炼气六重 组合起来威力正是惊人 随即便呼海上下 青秋进去查看 三人来到牧人像 映入眼帘的只有满地的残海 长老随手捡起了一块木屑 看来的确是健序的木屑 看来此人是好直接横蹭了 对挡着自己面前的牧人 直接砍伤 并不躲闪 并询问到上一个是谁 夏青秋在听到那个熟悉的名字后 眼神一沉 怎么又是 他修炼了十几年都没达到炼气六层 却靠着一个月的外挂之旅 成为了众弟子的男神 原来到我去考试的时候 为了加通关的快速度 毁了牧人像 当我出来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小心闯了大火 夏青秋却怀疑我是动用了什么妖术 我冷汗直冒 立马解释了起来 自己就轻轻的一滑 那些牧人就断开了 夏青秋极端说道 不可能 那些牧人被长老用元气加持过 你才炼气六层 怎么可能轻轻一下就能砍断 长老立马解释到 他不是炼气六层 而是炼气九层 夏青秋突然两眼放大心里想着 怎么会 明明一个月前我亲自测试了 听到长老口中说出众人直接傻眼 就算是号称百年一遇的下世纪 从炼气六层到九层 也用了两年时间 这也太逆天了吧 我把一个月从六层突飞到九层 这是妖孽吧 我连忙解释自己去藏金阁学了孤沙剑法 然后又去了趟齐连山脉 还有了些奇遇才会如此 夏师姐看着人畜无害的我陷入了沉思 心想一个月前 她就已经领悟了剑影 炼气九层加孤沙剑法的剑 亦确实有可能斩断木人 只是这提升未免太快了吧 长老看着我 哈哈大笑 不错 一个月时间竟然能连升三个境界 死子根骨绝佳呀 同时搭上了我的肩膀 真是上天眷顾我青云中 又出了一个绝世天才啊 接下来的比试环节也要继续努力 又吩咐到身后的弟子 让其他人去二号场地 继续考试 此时场外的唐明却一脸疑异地盯着我 心里想着 跟情报有些不一样 这小子竟然也到了练气九层 不过我有花束绒给了秘药 也能杀了他 只有你死了 我进入内门才能得到花束绒的庇谷 一日 一日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 采用抽签对战 选出前十 在山上的师弟冷汗直流说道 顾师兄手下留情 此时在一旁的夏青秋心里却想着 看来牧人像的成绩 已经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在比试环节也拿逼 此时的我一招就把剑架在对方的脖子上 第一场战斗就这么简单结束 对于我的实力 大家又有了新的认识 这小子开挂了吧 这也太猛了 而接下来的几场比试 也如刚刚一般不费吹灰之力 便结束了战斗 反观场下的地底 早已被我的实力震慑 纷纷化为了迷地为我加油 看到我的表现 长老也决定事后 一定要给我物色一个好的事 就在这时 夏师姐宣布倒最后一场 魁首争夺 顾绍阳对战唐明 面对顾绍阳 唐明一脸不信 没想到你这种垃圾也能挺到决赛 我呵呵一笑 表示自己只不过是运气好 唐明脸色阴沉下来说道 这个魁首位置 我可不会轻易让出来 说完直接双手持剑就朝我冲了上去 我冷笑一声 释放出周深剑印 台下的师兄弟说道快看 是剑印 他上次跟夏师姐对决也使用过 台上的长老大喊着 这小子竟然连剑印都领悟了 我强横的剑印将比赛擂台劈成两段 台下的弟子纷纷躲开 他误伤了自己 唐明更是汗流不止 怎么会这样 花束龙明明说他只有练习六重 就在他愣神的瞬间 我已经窜在他身边 我直接一箭击飞了他 面对巨大的差距 唐明咬了咬牙 看来只能用那个 这颗蜜质药丸可在关键时刻 提升你树被战略 保你杀了那个臭小 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如果敢耍滑透 我会让你在内一无力阻止地 想到这里 唐明直接将药丸吞了下去 下一秒他的身体变得强壮无比 恐怖的战役从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我夺走了魔花对手的全新属性 不仅实力获得质的提升 还差点一举消灭自己暗恋的女神 就在刚刚唐明为了获胜吃下 花束龙给的丹药 长老两眼睁目的说 他竟然吃那种丹药 夏青秋问道那种 明事局 长老立马说道 平日里我们所服用的丹药药性温和 可以帮助人体加快修炼 还有一种丹药刺激性极强 可以短时间内激发人的潜力 突破自身加速 此此身体发黑 这是丹药过于霸道 使其体内经脉流窜 导致他这几年的修为算是白费了 同时警报到夏青秋 若是也想这样走捷径 那他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 果不其然 夏青秋在听完师父的警告 变得面色凝重 我不解的看着唐明 只是争个外门第一 不用这样的丹药值得吗 唐明满脸愤怒地说出 幕后黑手发树荣的名字 听到那个熟悉的名字 我面色阴沉 就当我即将询问下去之时 唐明两眼一翻 口中还囊囊到 我以为只要帮他做事 不如内门就能 爸还没说完 唐明一个剑步朝我冲了上来 我急忙左臂 口中大声喊着唐师兄 你醒醒 唐明攻击停顿的一瞬间 我看到了他身上的元气气泡 竟然是一种从未见过的 魔性气泡 我该不该吸收 虽然他是想杀我 但其实被人所害 这样子 怎么看着有点可怜 长老双手拍着护栏大声喊道 那是魔门的入魂丹 快制止他 我活动的肩膀说道 我可不是为了救你 只是对你的气泡感兴趣 此时的唐明正要向我抓来 我直接一个闪不出现在他身后 一把僵制于唐明脑后的属性气泡拿了下来 刚刚夺得新的属性我就快速吸收起来 一股强烈的恶意直冲我体内 我却没有犹豫强忍着疼痛 直接吸收掉了 而我的手掌都开始隐隐地散发飞起 就在这时夏青秋赶到了 急忙提醒我 小心 他扶了魔门的入魂丹 我凶恶地看向了夏师姐 直接一掌将他打飞出去 幸亏长老及时赶到 用手慢慢接住了夏青秋怎么回事 扶了入魂丹后 他的力量连你都挡不住 失去力量的唐明口吐白沫 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夏青秋表面说着刚刚是因为自己一时大 暗暗想到顾绍阳刚刚露出的痴人表情 我看着前去查看唐明的二人 连声提醒他们 快看看唐明师兄吧 他到底吃什么东西了 说话的同时 还把燃满黑漆的手臂藏在了身后 夏青秋同样察觉到了这一点 想着自己清楚地记得刚刚击退他的就是顾绍阳 接着他走到我面前说道 这场是你胜了攻心 外门笔试拿了头筹 唐明就交给我吧 我师父林长老是炼丹高手 医术也是第一流的 说话的同时朝顾绍阳的身后走去 试图查看顾绍阳所隐藏的东西 谁知我直接双手抱拳 大方地把手展露了出来打气 那就麻烦夏青秋看了看我的双手 心中想着 明明刚才手掌颜色都变了 怎么现在又变得好好的 我放着大好前程度去 却非要和夏青秋败入同一世门 不料夏青秋深受感 竟想以身相许 然而直男的我却没有看懂夏青秋的意思 反而朝夏青秋索要一本上品公共馆 就在刚刚我夺下魁首之后暗暗叹息 唐明本可以和我一样进入内部 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低 心里想着看来 花束绒这个隐患必须尽快除掉 刚才的魔性气泡被我踢取过 唐明的魔性就消失了 只是那个被吸取过来的魔性 竟然也影响到了 好在已经被我压制下去 还需要慢慢将其炼化掉 看来以后还得慎重些踢取 随着比赛的结束 我和夏青秋一起来到了长老院里 长老坐在椅子上赞赏了 不错 你这玩天资卓越 既然在短短月间一月成为外门公 我便奖励你一套功法 你自行去藏金阁挑选即可 鉴于你建一出城 我打算将你建给雷长老名下 他乃我清云宗见到大家 很适合指导你日后修行 我高兴不已但还是抱拳说道 多谢林长老 其实弟子一直对炼丹术好奇 更想学习丹道 林长老用手指着我说道 你真要学炼丹 是的 我想跟林长老您学习丹道 心里想着现在我的悟性 可以通过提取属性来提升 武学方面已经能无视自同 反倒是需要学会炼丹术 才能真正提升我的属性 人物修为越高 外泄的元气属性就越少 而是丹药玉石才应该是我后期 主要提取的对象 此时夏青秋大喊 顾少阳 你莫拿自己仙徒开玩笑 你在炼气境就已经误出见语 这种天资既然要学炼丹 我急忙解释弟子一直觉得 自己炼丹天赋不错 所以才想学习 只是苦于无良事指导 所以才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夏青秋接着说道 分明就是乱扯 外门弟子丹药都没见过 你就说你天赋不错 我又接着反驳到那下 师姐你既然修得见到 为何又要拜到林长老的门下 夏青秋小脸微红地指着我说 你分明就是想要得到我才选择炼丹 你就是个无耻下流的顶级色老 我文言直接否认 师姐怕是误会了 我可不是因为你才想学习炼丹 听到二人的舌战 长老连忙制止 并说道 既然少阳执意想要学炼丹 那就拜老夫为师吧 他捋了捋自己的活 只是青云宗两大天才都在老夫门下 势必要被人眼红一翻 他越看两人越是般配 就用一种懂得都懂得语气说道 以后你就跟着青秋多学习学习 对你境界提升很有帮助 然后吩咐一些内门琐事后 就笑呵呵地离去 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 夏青秋突然叫住了我 站住 我有话问你 我问你 你是真心准备要学炼丹呢 我一听摸起下巴思考起来 是真的呀 我感觉修炼没什么瓶颈 就只剩下单要值得学习 夏青秋却罕见的一脸娇羞上次赌约是我输了 我说过可以答应你任何要求 我一直在等你来找我 意识到说错话的夏青秋抓紧的裙边 我是说你可以不用为了我专门来这里 我突然直男附体 表示根本不知道夏青秋在说什么 同时露出一脸助孤生的表情 还有上次赌约的事情 其实是想拜托你帮我挑一步适合我修炼的剑的功法 说完我便转身离开 青秋脸色一江似乎是因为面前的这个男人 真的没看上自己自己什么吗 我匆匆忙忙地来到了内院 直视看了看我的资料 推了推眼镜说道 原来心谱外院魁首就是你 我谦虚地笑了笑 是我 我刚进内门来这里想办理内门弟子的手续 直视拿着手中的腰牌说道 这是你的身份腰牌 早都准备好 现在师弟就随我来去你新的落榻之处 在直视的带领下 二人很快便来到了一处糟粕之处 而后直视便朝我解释 这里是为了激励宗门弟子课修炼专门修建的风水宝 我眼神一沉 这明明就是放牲口粮杂草的地方 竟能被你说成是风水宝地 同时指向了一个个不动质问那些都是什么 只是见状也懒得再继续编下去 直接说明就是顾绍阳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听到这里我垂下脑袋斜笑起来 一个区区排名28的废物马来的自信 也敢在宗门称王称霸 我决定了救助他那院子里 堂堂外门魁首却被仇家安排去睡猪窝 结果就被我找上门并放出很跨属 要住他的院子 与此同时花树荣正躺在摇椅上大笑着说道 也不知道那个顾绍阳怎么样了 刚进内门的他要是看见分给他的屋子 最后一旁的女子妩媚地说道 还是少爷您的手段高明 想出这么妙的法 一想到那日在林中吃了大亏 就让花树荣恼怒不已 发誓一定要让顾绍阳吃惊 就在此时我在楼下大喊 花树荣快快出来受死 吓得二人魂都快出来 只见楼下那名侄士正在努力地阻止我 顾绍阳你疯了吗 还真敢在花师兄的院子里品笑 我转头看向那名侄士说道 刚才不是都说了吗 这以后就是我的住所 只是文言下的魂都丢了半年来 顾 顾氏帝 算我求你了 你这样会连我都害惨吗 立马说要给我找一个心愿 我转头冷笑一声 晚了 我就看上这块地方了 花树荣急匆匆地跑了出来 你这家伙怎么还没死 敢跑到本公子的庭院来闹事 我嘿嘿一笑 不是闹事 是来向你挑战 因为我看上你的房子了 以花树荣为首的一群人都大笑起来 挑战 我说顾绍阳啊 你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以为考了个外门第一 就可以在内门横着走吗 你真当我们内门弟子 这么多年的修为是改练的吗 我这时向花树荣招了招手 多说无意 听说花师兄的院子环境优女 灵气充沛 所以今日特来看看 花树荣却笑得愈加肆意 你要挑战我 一个练气竞竟敢挑战聚气中期 我直接拔剑指向了花树荣 口水战差不多了 你敢应战吗 花师兄 花树荣一脸音笑的拿着手中的剑 好 我要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 我撇嘴一笑说道 上次用了一剑就将你击败 希望这次你能接住我一剑 此话一出旁边的直视 惊出一身冷汗 什么 一剑 他能打败花师兄 花树荣更是恨得直咬牙 小子 还真是蹬鼻子上脸 看我不杀了你 拔出宝剑汇聚出无数剑 口中还说道 我修习上品功法 春宗最多年 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剑法 说吧 花树荣直接运击剑 而我此时冷笑一声 花里胡哨 让你看看我的剑 我瞬间使出了孤杀剑法 劈了过去 两刀剑气钢 白色剑气瞬间被击嘴 花树荣急忙将长剑抵挡在自己身体 直接击碎了的长剑 将花树荣重创在地 我提剑指向花树荣 你为了杀我 竟然不惜一切地给唐明使用模样 导致他这辈子可能都无法再进行修炼 难不成就因为我跟夏师姐有过交集吗 花树荣仍旧是一副嚣张的门 你一借外门弟子敢打夏青秋的主意就该死 更何况区区一个外门弟子死了又如何 得知真相的我不屑的撇腿 不过你也太小看我顾少阳了 夏青秋虽然是青云宗第一美女 但我所向往 不是这里 甚至不再是这天原大陆 稳吧 同经往后 这院子就信不了 在青云宗我姑且饶你一命 但若是在外面让我碰着必然要你信 剑行士反转直视立马双手抱拳说道 当真是英雄初少年啊 顾世帝有任何需求就向我提 咱们既然是内门直视 自然是要满足师兄弟的需求 我看着直视颇有狗腿的味道 既然如此 那就请师兄帮我重新布置一下这个院子 把之前花树荣的东西都搬出去 直视连忙点点头 那是自然 包在我身上 吩咐完一切便挥手离去 被当成狗一样安排的直视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静静地看着我离开的方向 低声说道 看来内门的排名要重新定位 刚刚踏入内门的我没有选择好好休息 反而马不停蹄地找到林长老 此时的林长老正在看着柜子上的石头 听到门口的脚步说道都安置土 我拱了拱手笑嘻嘻地说道 为师父 住的都已经安排好了 因为心急想学炼带 就赶紧过来了 师尊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 你啊 这么好的天赋 非要学习炼带 真没法说你 我却注意到了架子上的一块石头 师尊这个石头是 林长老见我感兴趣 便出口解释道 这是为师在一处一计所得的石板 感觉这几道剑痕意境十足 就拿回来收藏了 我此时却被这块石头吸引 不自觉地伸手接触了一下上任的气袍 下一秒我的体内就出现了一股力量 师尊好像看出我变得不对劲 出口询问道怎么了 少阳 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有理会林长老 林长老突然紧张了起来定睛一看 他突然大叫了起来 不对少阳这是入定的 而此时我的神识中却是一片黑暗 突然一道强横的剑意在我的神识中四面 笔直地冲向了我的脑 看着这来势汹汹的剑意 急忙跳到了一旁 然后迅速右手握住了他 剑在我手里不断地挣扎 我冷哼一声响桃梅门 急忙默念咒语 配合着左手的嘴语 一炷香之后 随着剑意慢慢在我手中消停 我也停止了事法 看了看手中安静的剑意 这就是石板里蕴含的剑意 威力竟然如此之大 我笑道 足足有两成剑意现在是我的了 外面的林长老被惊吓到张着大脑 我急忙询问师父 你怎么了 长老用颤抖的手指来指我身后的墙 我吃惊地说道 这该不会是我弄的吧 长老却在心里暗暗地想着天才 绝对的旷是七才 我观察这块石板三年有余 虽能感觉到不凡 却从未有过任何领悟 这玩意竟然在第一眼的时候就瞬间入定 而且一下就领悟出了里面的剑意 想到这里把手里拿着的石板给我说道 你再看看 看还能误出点什么布 我暗暗想到 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石板的属性气泡已经被我吸收 下次恢复的好长时间了 林长老见我没有回话 无奈地叹了口气 所以我才一直推荐你去学剑道 有这种天资若还是跟着我学丹道 我会成为青云宗的千古罪人的 我却在此时笑道 师父 学恋丹是我毕生的志愿 林长老听到睁大了眼睛说道 你还要学 好吧 既然你执意如此 我再不收你有为人师 只是恋丹之道难于登天 想学恋丹 天资虚占其九 技法只占其一 丹方可求 但能不能练出来又是另一手 大连国能到五品的练丹师 也仅为师一人 这是我的前缘炉 属四品丹炉 与皇室的四项顶颈第一品 它能使承担率提高一成 这是为师的练丹心组 里面也有下品丹方 你在此照着笔记练之一炉 一品雷元丹 来测试一下你的天资如何 若是你练丹资质平庸 就要跟着雷长老他去学见了 是 师父 我要是通过测试 你可不许再把徒儿往别人那推 林长老笑道 那是自然 桌子上这些是炼制培元丹的材料 你看完笔记便可开始自行炼制 不懂得可以随时发问 长老心里暗暗地说道 炼丹意图讲究尽心尘气 欲速则不达 最重要的火候把握会直接导致炼的成功率 而每种丹药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火候 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后才能找到最佳方案 你虽然有着绝顶的修炼天资 但恰巧就是因为如此 过快突破境界造就的自信 反而更不适合炼丹 因为炼丹就是无数次的失败 尝试在失败 可是能让天才都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挫败感的事情 少年只是看了一眼炼丹说明 就展现出了令人发指的恐怖潜力 为了不引人瞩目 他选择了独自前往深山前胸 因为我是第一次炼制丹药 便转头问了师父 我能看一下成品培元丹是什么样的吗 因为之前对丹药了解的太少了 林长老逃出几枚丹药告诉我 这些就是你看吧 我把丹药拿在手里暗暗地想着 这就是成品培元丹的气息 我知道该怎么做 炼丹其实就是要把握丹炉内各种材料的变化 换句话说就是把控料力之间的融合 还有最后承担式杂志的剔取 丹方的配比就是最初的材料把控 然后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火候 其实就是经过无数次尝试 来寻找最佳的能够融合材料的方法 但是如果能够感受到丹炉里材料的气息 那就不一样了 虽然隔着盖子看不到丹面具体的属性气泡 但有散发出来的气温 只需要稍微运气就能感受到其中元气的变化 就在这时我单手结印控制气火后 林长老看到我的模样 腥味的浮起胡须 不错 驾驶倒是有模有样 就不知结果如何了 只不过我可以看到材料的属性 因此对平常预见的属性是什么气息 基本有了感觉 现在的我仅凭气息就可以大致猜出 会是什么属性气泡 然后根据强弱判断出数量和大致范围 就像是市井小贩常年跟重量打交道 只需要过手的物品 都能估算出个差不多的重量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只需要感知里面丹药气息的变化 来调整火势就可以了 因为第一次练丹 所以刚刚特意看了下裴元丹的属性 练制起来就更加方便 就在此时我眼神一亮 一颗颗裴元丹就已经练制完毕 看着面前呈现出的丹药 林长老不免有些试探 不仅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而且成色还是八成 我听后却不满地摸起了下巴 明明跟刚刚看到的丹药成色是一样的 同时询问道 师傅 之前给我看的丹药成色是不是也是八成 林长老点头说道 是的 那种低级丹药我很少练制都是别人练制 你是说你照着这个练制的 所以成色才低 我摸着头连忙说道 弟子之前接触丹药比较少 认知上有些不对的 所以只能一葫芦画瓢 若是能多试几次 肯定会比这好一些 林长老的心中却泛起了滔天巨浪 就算是自己当初也费了七炉丹药 才勉强练出三成成色的废丹 就算如此还是被自己师傅夸自己天赋极家 怎么会有丹药都没见过几次的人 第一次都练制出极品培圆丹的 我却紧盯着丹药身上浮现出的气泡 可惜应该就是还有些许毒素未练化掉 导致橙色有些低了 若是开看盖子能看到这些属性气泡的话 应该可以练制出完美的丹药出来 我叹了口气 看来以后得多留意一下 每种属性数量的气息变化 想要成为好的练丹师 这种能力必须得练出来 不然以后高阶的丹药承担率都是问题 林长老看着顾绍阳叹气的模样 心中竟然生出了妒忌的情绪好家伙 他倒叹起气来了 怎么感觉失败了似的 不行 得让他再练制一炉 自己看看效果 就在此时屋外突然传出了一声爆合 大喊着林长老的名字让他赶紧滚出来 林长老一惊 是雷烈雷长老文来找我要你了 我出去看看 我心里暗暗地想着原来师傅本名叫林克松了 我现在才知道 如今我急需大量属性来突破练气九重 休息练单已经耗费许多精力 如果再跟雷长老学见那就更没时间了 看来得想个办法脱身才是 林长老此事已经来到了屋外 指责雷烈 你大白天的在我店外嚷嚷什么 雷长老没有废话直接切入正题 说好让顾绍阳拜我门下跟我学习剑术 你倒好 把他私藏起来了 林长老却露出了一丝自豪的笑容 雷长老稍安勿躁 我是原本想让绍阳跟你席剑 只是一来他一心想要练单 二来练单天赋也不在剑术之下 雷长老一听彻底暴露 你这分明是仗着主持外门试炼 想要藏丝不愿让出来 林长老冷哼一声 那你可知 顾绍阳第一炉就已炼制成了裴员丹 假以时日 他必定可以成为明镇大陆的酒品班师 这样的消息也让雷长老没有刚刚嚣张的起言 但嘴上仍旧没有松口的意思 见雷长老没有离开的意识 那好 你自己去问绍阳 看他是愿意跟你学剑还是跟我学丹 等到二人走进屋内 顾绍阳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桌的丹药和一张信纸 林长老拿起桌上的信打开看到 师父 裴员丹已经丹成 徒儿对丹道又有新的领会 之前又在宁治顿物三成剑影 急需找一辟静之所休息一番 烦请转报雷长老 徒儿有自己的仙徒要走 已无多余时间再修建道 万分抱歉 不过在林长老看到桌上摆放着的完美丹药 心中只剩下了无以言表的震惊 雷长老见词也只好作罢 真可惜 我还打算推荐她去参加四大宗门的比武 而另一边我拿着夏师姐帮忙挑选的功法兴奋部 一直都没时间去选内门大考的奖励的功法 夏师姐帮忙挑选的这本地阶下品功法 正好弥补我内力功法修炼的部组 有了这本内功心法 我就能将提取来的属性在修炼成汉海玄公的内力 我大步朝着山门之外走去 待在门派里琐事太多 我得再去一趟欺怜山脉 吸收更多的属性来突破练气节 男人天生拥有朝桃花的钳制 却总把前夫后继的妹子当成了自己 练习两年半的陪练 当有别的男人想要横插一起的时候 便会帅气地拦在妹子身前扛下所有 麒莲山脉内 我正在感受着石板上的剑意和弘下师姐们提取的截然部 这剑意竟然可以随心到如此地 而这股剑意让我成功突破练气 踏入巨人际 我不少养也算是正式踏入先 不如就叫出扬剑意吧 上次来到麒莲山脉的时候还是练气六点 既然如今突破巨人那就该去更深的地方看看 不多是一群身穿白衣的女子愣住 说道 赵师姐你确定没记错吗 前面好像没路了 这名姓赵的女子看了看远处说道 奇怪 上次就是在这附近山洞里面发现银海的 当时因为被妖兽追赶 只是急匆匆地囤建了 所以才想这次顺利 让季师妹一块过来找找 我肯定那里有保护 带头的女子无奈地说道 那大家再四处看看吧 实在找不到就算了 毕竟咱们这次是代表韩月谷去参加四大宗门的比试 还是不要出什么差的好 过了一会一名女弟子大喊道 师姐那边有个山洞 赵师姐兴奋地说道 就是这里 我当时看见有好些东西 只是里面也有妖兽不敢进去而走 手中拿着剑嘴里说着 无妨 大家摆正前行 小心些便是了 只不过刚刚进来就看到了一道人影 鬼鬼祟祟的在那里摸索什么 此人正是前来奇连山脉历练的 身后的小师妹看到我在翻洞面前的尸骨 大喊道把东西放下 这是我们韩月谷前辈遗留之物 理应由我们韩月谷收回 身旁的女子看到一脸惊讶 什么 这是咱们韩月谷的仙辈 我心里暗暗想到 原来是韩月谷的弟子 都是巨猿中期 还有一个巨猿后期倒也不怕 什么仙辈遗物 怕是之前搞不定里面的妖兽 回去喊人了吧 我开口问道 这洞主是我发现的 无凭无据怎么就成了你们韩月谷的仙辈 女子指向了我身后的那把剑 那是我们韩月谷的 我听后没有犹豫往后一脚踩断了那顶铁剑 反问那女子在说什么 自己可没有看到什么剑 那女子羞愤的握紧一句 就在这时身后一女子拿着剑站住 赵师姐 她不过巨猿出妻 咱们将她拿下就是了 不跟她置气 我听后冷冷一笑就平民连都还想拿笑 听到我的嘲弄那女子再也无法忍受 提前冲了上来 身后的几圈叫喊道别动手 有话好好说呀 那女子露出了一个角度的笑容 自己就放心 我们就教训教训她 不要她姓名 等到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却发现宝剑已经被夺走 我拿着她的宝剑赫赫一醒 借剑一用 同时提前挡住了女子的攻击 随后一剑将那女子记得 我便将手中的宝剑扔给了那女子 谢谢了华女 一直守在洞口的几圈暗暗惊呼 好快的身法竟然自己都无法看到 就在此时一道猥琐的身影传了过来 是谁在抢几圈妹妹的东西 几圈转头一看 来的正是卓长风一行人 她咬了咬牙愤恨的说道 卓长风 你跟踪我们 卓长风黑黑一笑 季妹妹说笑了 上次寒月谷一别 我对季妹妹可是魂牵梦让 记挂得紧啊 这不 见季妹妹进了麒麟山脉 怕遇到什么威胁 就赶紧跟过来了 毕竟咱们以后可是要做夫妻的呀 看来这帮人跟寒月谷的人不太对路啊 几圈愤怒的大喊道 谁要跟你做夫妻做梦去呢 我死也不会答应你天风谷的求情 卓长风冷笑一声的狠狠地说道 既然这样 那今天就只好先做露水夫妻了 给我上 把这几个小娘皮给我保了先 就在两名天风谷弟子的共手之时 我却大喊道 等一下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我 我说 你们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有个先来后道吗 漂亮妹子竟然 惨遭一群猥琐难为主 就在刚刚卓长风眉头一皱说道 先来后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轻笑一声 当然是跟你们一样 奉劝你们赶紧散了吧 我可以不追究这件事 卓长风一群人大笑道 你要笑死我吗 区区剧员初期的废物 就敢在你卓大爷跟前说这句大话 就连身后的韩月谷的妹子都以为 这小子脑子是不是坏了 虽说身法比人快些 但境界实力差距在那里 而且对面随便一个人都不比他差 偏偏还这么自信 不然照师姐灵光一赏 或许是因为刚刚反散的娇手 这个少年迷上了自己 虽然样子长得还不错 但是境界有点低 但如果他真的能反败为什 那我勉强答应跟他约会也是可以 卓长风挑衅的看向我 要是你现在滚蛋 老子就饶你一条狗命 就在此时照师姐突然大喊加油 傲醒师弟 其他的女弟子都是一愣 似乎没想到刚刚还和那少年 针锋相对的师姐 居然被少年当起了拉拉洞 季萱有些意外的看向了自己的师姐 难不成你们认识 照师姐也有些尴尬的表示不认识 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总是媒体 卓长风见此情形笑了出来 原来是这女人的拼头 那你也留下来 被无缘无故扣了个帽子的我 流出了一丝冷汗 打架我随时奉陪 但话不可以乱说 卓长风见我还在嘴硬 吩咐身后的弟子将我打下 自己要当着我的面好好羞辱 我也是一阵无语 越说越离谱了 我可不认识这些女人 几轩同样呼喊上姐妹们准备迎娱 卓长风直接朝着几轩冲了过去说 别着急啊 季萱妹妹咱们一会慢慢玩 这时季萱对她更为厌恶 我当时什么名门正途前来提亲 没想到天风谷的弟子 竟然做如此勾当心亏 之前没有答应酬轻一事 卓长风冷冷一想 季萱不要再做这些无谓的挣扎 我既然已经出手了 自然不会留下把笔了 你这番话说得毫无意义 此时的季萱目光一年 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我们韩岳谷可不是仗着人多才被誉为四大功能 只是瞬间一股股寒气 从季萱的周身风地散发出来 就在寒冰即将触碰到卓长风的时候 季萱的身上突然传出了一阵无力的反应 卓长风开口讨讽其季萱 你的十方冰壳这才使出一方不道了 你这是怎么办 季萱此刻也按道不好 自己只是刚刚发力 丹田处就传出一阵巨痛 卓长风看着还在试图挣扎的季萱笑着走过 别浪费力气了 我早在进来之前就已经点了最香素 现在算算已经有半个时辰了吧 随后伸手摸着季萱的下巴 这可是专门针对你的女子的鞋 只削片刻功夫 就浑身肃软无力 更别说运气 季萱看着一脸邪恶的卓长风 竟然连这种下三岸的手法都用场 你们天风骨还真有名义 卓长风却诡异地笑了起来 没有再说点 分明是你们几人乱闯 其连山脉 不小心被妖兽吃了 跟我们天风骨有什么关系 而后捏紧了季萱的下巴 你放心 你这么漂亮 我又怎么使得杀你 我会把你带回去 囚禁在地牢里慢慢行 季萱大喊着告诉卓长风 我就算死了 也不会从了你这种人渣 卓长风冷冷一笑 随后朝着身后转去 你还是好好欣赏 你的姐妹被屈辱的表现吧 可想象出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那个被自己 称为废物的家伙 正一脸得意地看着自己 我注意到她的眼神 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我看你赢得这么沉寂 真没忍心打断 至于你的这帮手下 因为刚刚听你说的那么勇气 一着急下手就没得轻重 一不小心拳攒 韩月谷的妹子们 也跟轩朝着季萱说道 自己没事多亏了这位少侠 一招就解决了敌人 几炫也趁着卓长风 问神的空隙闪到了一笔 卓长风渐情是 逆转愤怒地大骂这些呆死奔营 我的声音紧接着传出 我说你怎么到现在 还在惦记着你 不应该考虑考虑你自己的性命 卓长风此刻也意识到了 这少年绝不是一般人 同时询问你究竟是何人 我嘴角一窍回答道 既然大家都是四大宗门的 那我也就能说了 我乃青云宗弟子顾少阳 至于你我会替他们作证 揭露你们天风谷的丑恶嘴脸 卓长风却一反常态地冷笑起来 就你还想揭露 随后一道道邪恶的气息 不断地从刀身散发而出 再看到新的气泡 我突然笑了起来 看来今日也不算白来一趟 而卓长风此刻 已经释放出一道道冤火 朝着我杀了过来 少年拥有剿灭 一切阴谋诡计的恐怖实力 尽管面临境界等级的巨大差距 少年仍旧能够凭借 自己隐藏的实力 强行扭转战局 原来因为我的介入 本应得逞的卓长风的诡计 却以失败告终 对于这个毁坏自己计划的 卓长风没有丝毫保护 一上场就是放了自己的最强之力 面对诡异的斩击 我脚下一动 在攻击即将贴在脸上的瞬间躲过去 再看到洞穴中发出的巨大暴露 卓长风的脸上露出了阴沉的笑容 你敢破坏我的好事 老子今天就要让你知道 死也是一种解惑 我看着卓长风突然消失 明白这是他的丈年法 而在我寻找他的踪迹时 一道灵力的斩击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的身后 察觉到威胁的 我毫不犹豫地逃身后踪倒 但下一刻 卓长风的身影竟再次消失 而后一道道幽暗的影 在我的身边 飞速地旋转起来 嘴里还说着 你好像找不到我了吧 我呵呵一笑 我为什么要找到你 若是比消耗的话 好像是你更费力气吧 卓长风冷吼一声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能在我的鬼刀手中跑步 我却不以为意 那就让我来做第一个吧 同时朝着 刚刚声音发出的地方 把我刺出 而在我刺出的瞬间 卓长风突然从我身后出现 不好意思 你找错了 而错了的代价就是死 圈外的几轩满是担心 没想到这个卓长风 如此两个人 只不过这局 不是天风谷的绝学 难不成他是得到了什么秘法 并一步步地朝着雾气内走去 同时暗念布少阳的名字 希望你没事 也就是这时 几轩突然看到了一道黑影 而那黑影正式陷入狂战了我 几轩见状运气 帮助我减缓了力量的冲击 嘴里说道你没事吧 卓长风略有惊讶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还是第一个躲过我这一刀的人 我没有丝毫慌张 紧盯着面前之人 你杀不了我 你的刀意已经被我看透了 几轩却在此时站了出来 你的目标是我 有什么本事冲我来 卓长风冷笑地朝着几轩说道 既然你自己进来了 那就跟他一起死吧 面对这种不知什么时候 就会出现的攻击 二人默契地背靠背站在一起 几轩突然朝着我问道 这到底是什么 怎么四周好像都是他 我回答道 他周围的都是假的 他的真身只有一个 而我们唯一的办法 只有找出来他的真身杀掉 就在几轩继续询问 我该怎么找的时候 卓长风突然提前出现在 我们二人的身侧 反应过来的我大喊到小心 随后闪身拦在了几轩 身前挡下了攻击 几轩连忙说道 他这招无非是想激气毒被 只要戒备好就奈何不了我 我直接问起 你的毒怎么样了 几轩听后握紧了手中的长剑 只逼出来一些 目前只能发挥出两层的功力 我直接说道 那你就顾着自己就行 这种发烧的招式我有办法过 就在此时 卓长风又一次出现在 在我们两个身侧 我没有丝毫意外冷笑一声 最近刚领悟的建议好像正好是 这种阴暗手法的特性 手中的长剑也在 花音落下的同时 闪耀起了要有的光芒 而后一道光芒 从我的周身里炸开 卓长风的分身 在接触到这种不能量 同时瞬间消失 而我的正上方 突然出现了一个太阳般的火群 而那一个个分身 也在同时朝着二人杀了上来 顾少良的嘴中满满有词 金吴接日出阳建议下一刻 空中凝聚出的巨大太阳 瞬间释放出了耀眼的墙 我和妹子一起并肩作战 并使出了出阳建议 出阳建议把卓长风 所有分身都笼罩在面 卓长风分身在建议面前 写得无比渺小 瞬间所有分身都被摧毁 卓长风瞬间显现出来 建议击中了真身 直接撞在了后面的墙壁上 几轩惊讶地说道 好强的建议 我走了过去 抬起手对着卓长风吸了一下 卓长风的头上 就不现出一个紫色的属性气泡 我顺手接了过来 捏碎吸收了 心中想到 既然动手了 那就不能手下留情 我可不会让花束龙的事情 再出现一次 这时一张妹子笑着过来说道 多亏不失地出手相助 不然我们还越不可真刀大难 我笑着说道 谁说我是在帮你了 吓得旁边的妹子直接就要拔罪 我冷哼了一声 怎么 忘了之前想要杀我夺宝的够当 赵妹子尴尬地解释道 那是吓唬你的不是当真的 我准备走时 赵妹子说道怎么样 我转头询问 怎么 还想跟我抢吗 赵妹子又尴尬地说道理误会 我是想问顾师弟接下来的打算 我盯着他说道 我为何要告诉你 这时几轩走了过来 顾少侠误会 我们们准备去皇城参加十年一度的宗门会 大连国皇族每隔十年会邀请境内的各个宗门的弟子进行演绎 因为是皇家举办 所以各个宗门都十分重视 这是大连国十年一度的盛会 皇家也是借此对外展示国力 所以奖励颇丰 吸引无数大门小派前来参加 你这身手已经不凡 想必也是去参加比试的 我只是出来历练 碰巧路过而已 没参加你说的这 赵妹子笑咪咪说道 原来顾师弟是英雄初少年 潜心修炼 不知道也无法 那正好 咱们一块去皇城玩 我一脸无语的看着赵妹子 我说 我跟你好像不熟啊 赵妹子眯着眼睛说道 还不熟啊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你又救了我 这都熟的不能再熟了 这时几轩连忙说道 要是顾少侠有其他事情 那我们也就不勉强了 不过天风谷弟子众国 此地不是说话地方 咱们还是先离开吧 赵妹子大喊着 富士帝 快点 磨磨叽叽的在干嘛呢 我看了躺在一旁的灼长风 转身跟了上去 几个时辰后 我对着旁边的妹子问道 这就是皇城玩 确实比青云宗热闹多了 妹子说道这算是 等到灯会的晚上才热闹了 这时几轩问道 距离宗门彼时还有些时日 不知青云宗都是哪些高手前来 顾少侠要去找他们吗 我看着旁边随狗说了句 我也不清楚 不过夏师姐应该也会来的 等碰到了再说 赵妹子笑咪咪转过来大喊道 那太好了 那我们可以好好玩几天 这是一对整齐的人马搞得惯 旁边的路人都议论道 这不是天宗谷的首席江兰吗 他们这么心事动众 出什么事情了吗 这时江兰往人群中调的意义 看见了几轩 说道 韩月谷这么快就到皇城了 几轩看着江兰说道 我们韩月谷离皇城叫你 所以就早走了几 也是才到不久 江兰回不倒 那就好 书在下有事再生 就不先跟季姑娘闲聊了 咱们比试场上见 转身就走了 天宗谷的人刚走人群中 就开始议论道 这次各大宗门齐聚皇城 来参加十年一度的宗门大 可是听说天宗谷好像出事了 好像是天宗谷有弟子惨死 所以天宗谷这两天 可是在全城那里 几轩和赵妹只一直盯着我看 我盯着他们说道 看我做什么 我可是跟你们一起离开的 再说那种人死就死了 怕什么 赵妹子急忙说道 话是这样说没错只是 天宗谷乃四大宗门之一 不免有些不得而知的秘密 若是真让追巢到根源 可能会麻烦一场 我转身就走嘴里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此别过 就算他们找也是找我顾某人的马 几轩急忙说道 顾师弟 你别走 赵妹子不是这个意思 几轩又看看向了赵妹子 师姐 邵阳是为了救我们才出生 我在和韩松古妹子分开后 独自在客栈四岸想 没想到卓长松的死讯 这么快就传到了房产 按理说 那个地方并非山脉边缘 自是在古洞深处 之前里面傅虎都一直未曾有人发现 一物都原封不动的在那里 让我捡到那么多东西 看来赵妹说的没错 天风谷肯定有什么秘书 才能这么快得知那里的消息 我杀他用的是石板误出的出洋剑链 只是检查尸体的话 应该推断不到我头上 但如果那个卓长松 尾随记得是有其他后门者 而我跟他们还待在一起 韩月谷功法比较独特 那排除掉几轩等人 嫌疑就落到我头上 还好我机制 机跟韩月谷的分开了 但愿他们能想到这一口 可别漏了马脚 好在此趟收获破风 这枚储物戒指可算是难得的宝贝 看来洞穴里的尸骨生前 也是个有名号的宝贝 趁现在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 各种东西从戒指里往外面 我惊讶地说道 第一次见这么多元石 这么多元石都提取元气的话 再加上这趟在妖兽那里提取的属性 应该能再次突破吧 还有两本地阶功法 可惜三阴玄弓跟我汉海玄弓相合 倒是这个地阶照影剑法对我有些意义 提取了剑气属性孤杀剑法 已经有些不够用 以后我也算是有储物戒指的人了 不错不错 这时我手中的储物戒指 突然冒出一个灰色的属性气泡 触碰后元气加12 空间加23 我一脸惊讶地看着手中的戒指 空间属性 又是一个没有见过的全新属性 这时我已出现在桌子前面 我转头看向后面的桌子 这是顺宝 这回那天了 为了防止撞死 对着门顺宝 再试一次 东门就被我撞开了 还好是对着门顺宝 要不真就费门 看来顺宝会被东西挡住 有了它 我可以出其不意 一击杀掉对手 这是目前得到最强大的属性了 可惜戒指被吸取掉属性后 原来三尺空间剩下的连半尺都不有了 看来以后得想办法多弄些储物戒指之类的东西 最好是能搞清楚是怎么制作 这个属性太厉害了 这是楼下传来声音 掌柜的人了 死哪去了 我出来一看 这是天风谷的人 为首的是天风谷首席江兰 看来是故意住的这个客栈 这是江兰询问地 卓师弟是追季宣静齐连三败后死 死人跟韩月谷的人一起出现 派人也看他尽快弄轻声 卓师弟是卓长老爱人 此时需要尽快找出真躯 务必在卓长老赶来之前调查个水落石出 我心中暗想着 看来他们认出我来了 对我也是有所悔 也不知青云宗到没到庞场 夏师姐也应该会来参加会议吧 我咬牙说道 不行 不能依靠他们 我凭着提取属性的能力 假以时日定会离开青云宗 要是真的惹上什么势仇 以后可会害了夏师姐甚至是青云宗 如今我已有金手指 怎么可能因为随手杀了一个宗门弟子而畏首未强 空间属性都已被我提取 还能怕什么天风 此时的几轩正在郁郁宝欢 赵妹子赶紧过来说道 几师妹 对不起啊 你知道我这个人呢 向来说话都不经大脑 你想想 卓长松的死讯为什么能先到黄城 我只是将猜想说了出来 顾绍阳救了我们 我怎么会嫌他拖累咋开 几轩闭着眼睛说道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顾绍阳已经走了 而且我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情 赵妹子赶紧询问 啥事 几轩急忙说道 卓长风能来韩月谷提亲 那说明他的身份肯定不敌 只是当时我对他并无好意 连身份都没有打听就拒绝 赵妹子大喊道 那那怎么办 卓长风原本是想对付我 他死不足惜 只是这件事应该是我们韩月谷所 顾绍阳救命之恩 不能让他承担这个后果 你跟小玉素跟在队长老会 就说卓长风是我杀的 他们作恶在先 咱们韩月谷也不怕他寻仇 赵妹子又大喊道 那你们 顾绍阳要是承认人是他杀的 那就糟了 我得先一步找到他 我在得到了空间属性后 几轩也准备去找我 江兰看着卓长风冰冷的尸体问道 卓长老呢 现在到哪了 弟子禀报道 卓长老明日正能到皇城 江兰急着说道 现在就去抓住顾绍阳 那些派去抓我的弟子 瞬间被打了出来 我打趣的说道 盯了我几天了 那终于是忍不住要动手了吗 江兰双手靠背地询问道 你杀了卓长风 突然几轩冒了出来说道 人是我杀的 江兰双眼斜着看向几轩 不知道几轩姑娘 为何要加害我天风鼓的意思 几轩怒斥道 你们天风鼓也算四大宗门之一 只可惜竟是出现 背负无耻之词 他求婚不成 竟然委屈我一直到祁连山脉 使用下三滥的药物想要占物了 便是再有一百个卓长风 我也会杀他一百个 江兰叹了口气说道 季姑娘何必如此 卓长风已死事情究竟如回 还不是凭你一张嘴的说辞 他是我们卓长老的爱子 而卓长老仅有一子 平日偏爱有家 这第一次出国 求婚不成 却连性命都丢了 换谁都不能善罢甘休 事情总得有个交代 若是上升到中门仇恨 可不是你一个首席大弟子 所能承担的后悔 几轩说道 多说无意 是我杀的就是我杀的 听闻将师兄见快无语 我也早想领教了 江兰又说道 你当真不让 几轩认真的说道 不让 江兰愤怒的拔剑就上 一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几轩见到直接驶出 十方冰河 我瞬间惊讶道 寒月谷绝学果能厉害 竟然瞬间就截起领域 那江兰应该是同卓长风类似 是隐秘身法后刺杀打法 但在他的领域里会完全被感知到 几轩向一边看去 在江兰还没现身前 直接驶出一击 飞花进 瞬间数到冰刺朝着感知的方向飞去 几轩再次使用大范围的冰刺技能 漫天飞舞 技能直接笼罩整个场地 到处都是冰锥 几轩突然感觉江兰的气息消失了 想了想 不对 是他离开了我的领域 转头看向了右上方 朝着天上释放出了技能 一层层冰盾瞬间成形 江兰却借着冰盾当着力 几轩转头看向了 糟了 他的目标不是我 江兰写嘴 一剑朝我刺了过来 几轩大喊道 住手 健身瞬间穿过了我的身体 却只是一道虚拟 几轩惊讶的争大了双领 江兰更是惊讶 心中暗暗说道 我没看错吧 他消失了 我在他身后踏了口气 摊摊手说道 什么吗 原来你的目标一直是我的 江兰表面上和季轩站走 实际上为击杀顾少阳做铺垫 江兰一脸疑惑 几轩能察觉我是因他有冰河领域 才能感知到我的举动 这是功法上的天然克制 然而这个人 即使我做了如此多的作用 连几轩都骗过去的时候 他是怎么发现 我的自标是他自己 更可怕的是 刚才那招步像 不是靠速度躲过去 而更像是瞬眼 江兰说道 你竟然可以躲过 我精心策划的一击 看来是小看你了 顾少阳他那摊手笑着 收起你的小心思吧 你跟几姑娘既然认识 肯定知道他的手法 连我都能看出他的功法天克 若想对付他 只能用大开大合的手法 硬碰一 可你自始至终一直必然 所以我猜这真正的预计 是留给我护某人的吧 几轩却急忙说道 他是青云宗的弟子 江兰 你若是动手 可要想清楚后果 江兰客气地说道 原来如此没想到 是青云宗的高祖 只是 卓长老的性子 我是知道 身为天风谷的首席弟子 我有必要将此事做个两次 若是上升到宗门层面 是你我都不愿意看到 几轩大喊道 你咋这样啊 本来就是卓长风有错在先 江兰摇着头 卓长风的死活我不在乎 我只是在乎如何平息卓长老的份量 所以 这是最好的办法 顾绍阳仰头大笑道 原来号称四大宗门的天风 既然是这样的做事手段 分明是自己做错事了 却要让别人来承担后果 江兰剑指顾绍阳 没办法 谁让你弱呢 拿一个刚进巨元镜的入门弟子里 这是最好的结局了 反正也确实是你杀了人 顾绍阳咧嘴笑着 我这里倒是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我杀了那个什么狗屁卓长老 不就问题解决了吗 江兰提着剑就冲了过来 嘴里还大喊着 有嘴滑舌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等我抓了你自己去跟卓长老说吧 顾绍阳右手拿剑直接挡了上去 谁知江兰的身影 竟然从顾绍阳的身边闪过 下一秒顾绍阳一脸惊讶 好快 竟然比我加持了迅键还快 江兰瞬间出现在顾绍阳身后 一剑 刺去 没办法 顾绍阳只能再次使用顺 顺移躲开攻击 回头就是一剑向江兰抬去 顾绍阳暗暗想 奇怪 顺移距离好像更短了 得赶紧解决掉他 两股剑气跑 顾绍阳想着 是被躲过去了吗 我现在每用一次顺移 体内的空间属性就要少许多 而我只有23点 不能这样浪费时间 在顾绍阳发呆的瞬间 一道身影虚就闪到了他身 就在江兰要刺向顾绍阳的时候 一道冰墙替顾绍阳挡了一下 几轩大喊 江兰 我说过这件事找我就行 跟他无关 江兰愤怒地看向起身 你若想死我就成全你 哎呀 顾绍阳见江兰这个时候还敢跟上 今无闲日 出阳见义 一个巨大的火球瞬间凝聚在顾绍阳的上头 来装半天了 接我一招 在火球面前 江兰变得如此渺小 江兰彻底震惊 轰 火球碰撞后发出 巨大的气浪 两人看着 烟雾中出现了一个人影 烟雾散去出现了一个老灯 老灯开口说话了 就是你杀了我儿子 哎呀这回玩独子 顾绍阳用火球轰向江南后 结果从烟雾中走出来一个老灯 顾绍阳和几轩都冷汗之流 他的境界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而空间属性也只剩下15点 顾绍阳已经摸清 瞬移 的消耗判定 那就是根据移动距离消耗空间属性 而目前最远距离只有5度 怎么看都是场地输局 老灯冲了上来 说了句 你们都得死 一掌就向顾绍阳打去 顾绍阳连忙拿剑抵挡 但还是被踢黑了出去 连续撞击着房梁 连剑都被崩飞了 轰的一声掉在地上 几轩急忙转头大喊 顾绍阳你没事吧 然后老灯就瞅向几轩 还有你 几轩有点害怕 瞬间接出一道冰墙 但却连一下都挡不住 几轩连忙拿起手中的剑抵挡 却和顾绍阳同样的下场 被打飞了出去 咕嗣 一口鲜血 喷了出来 顾绍阳担心的大喊着 几轩 老灯嘲讽的说着 也不怎么惊打了 这样杀的好像有点太便宜了 顾绍阳心里想着 可恶 提取了那么多属性 既然连他的一击都捣不住 他的能力应该跟那时候 其连山脉的天官和燕青渊 不相上下来 我根本没有胜算 此时老灯走到几轩面前 一只手抓着几轩的头发 把他拽了起来 你好像很逞强嘛 那就先杀这个女人 来几玩在天之灵 顾绍阳看着抬起手的老灯 又看了看闭着眼睛的几轩 颤走着喊着 自己一直以为能提取属性 就可以天下无敌 可以一招就击败高我境界的对手 成为天下第一 可是为什么 现在面对老灯却不堪一击 面对想救的人 却无能为力 自己还是太弱了 竟然这么久了 才突破剧院井 这时顾绍阳的身后 冒出了嘴气属性 随后又冒出了黄道容器属性 老灯刚要下手就发现了不对劲 顾绍阳的气息很是奇怪 他好像要入魔了 先杀了他再说 不能让他起什么幺蛾子 此时顾绍阳在地上 嘿嘿嘿嘿嘿嘿的 傻笑 下一秒两股截然不同的属性一起爆发 顾绍阳身上的两股不同的属性爆发 瞬间又汇聚到了一起 汇聚后的属性 如同紫色火焰围绕在顾绍阳周身 老灯看见顾绍阳直接一折上去 失去理智的顾绍阳也冲了上去 两人的手掌碰碰在一起 停的一声 两人都同时后退了 老灯一脸惊讶 他的力量突然变强了 气息完全变了 但看起来都是杂乱无章的乱动 原来如此 这小子走火入魔了 那就让老夫 彻底激发你的魔症吧 双手紫光缭绕 向顾绍阳冲了上去 顾绍阳拿起剑 向周围挥了一剑 剑气就像个王军阳 老灯一个闪身刚刚躲过去 剑气就斩在后面的房子上 老灯心想 这威力若是挨着 怕是我也承受不起 看见顾绍阳在呼呼喘气 老灯决定看来只能打消耗战 入魔后的他每击都是权力 撑不了多久就会立即而亡 此时的行宫外 青事般广场 青云宗雷烈长老 带着夏青秋等弟子 北雪庄长老 带着他的天台弟子 北凌江夏青秋两眼盯着他 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击败他 突然有人说道 奇怪 韩月谷韩月长老的爱足几轩怎么不在 天风谷首席弟子江兰竟然也不在 夏青秋开口道 听说天风谷出事了 有弟子遇害该是去调查这件事去了 雷长老来了剧 有这种事 天道好轮回他 天风谷那帮没什么好东西 这是一位妹子过来说 诸位远道而来真是幸福 大家见到分分行李 见过公主 此次盛典有本名主持 大笔将在半月后举行 诸位清修多年也该趁此 多领略一下城市风景 我已给诸位安排好情愿 环境清新 适合修炼 稍后会有人带诸位前往 随后看了眼青云宗一群人组 没有看到想见的人 开口询问道 青云宗今年参赛弟子都在这里了吗 雷长老行李回答 是的 全在这了 公主是有什么事情吗 哎 不是 这时韩岳谷长老看到自己头 你鬼鬼祟祟的在那边做什么 赵妹子马上跑了出来 跪在地上求师傅 快去救救鸡圈师妹吧 她被天风堵的人追杀了 韩岳谷长老问 发生什么事情吧 此时顾绍阳和老灯还在战斗里 老灯此时冷汗直流 这么久了这家伙怎么还没暴体 他的经历总发泄不完 察觉到这边有点动静的顾绍阳 直接冲了光 想着老灯刚才待的地方一见斩去 老灯闪身一睹 看到顾绍阳在那里呆住 随机运转弓把一掌打向顾绍阳 直接把顾绍阳封在了墙壁上 顾绍阳却没有感觉到疼 拿起手中的剑 在老灯的肚子上 来了一下 老灯却没有松手的意识 赵妹子向韩月谷长老求救后 一行人赶来救几轩 但这里却只有几轩一个人晕倒在那里 几轩被救后 睁开眼了 第一反应就问顾绍阳 顾绍阳呢 赵妹子连忙解释道 我们到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躺在地上 没看到他 几轩立马求着师父 快去救救顾绍阳 他会死的 韩月谷长老说着 你别着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慢慢说 几轩哭着说道 就是天风谷的卓长老 他要杀了我 我昏倒前顾绍阳正跟他打了 夏青秋大喊着 什么 你是说顾绍阳跟卓长老打起来吗 不行 我得去救人 转身就向外面跑去 韩月谷长老只是关心自己的弟子 并不想管顾绍阳 几轩大喊着 卓长风最有应得 顾绍阳是为了救我们 我不能不保他 天风谷的长老看着 这么说我们天风谷弟子 确实是被你们杀死 韩长老愤怒地看向他们 随后一股威压瞬间笼罩他们 然后警告他们 事情经过究竟如何 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 但伤害我托儿的事 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雷长老也补充道 有谁敢伤我青云踪地子 我雷烈也绝不呼吸 天宗谷等人感觉 被两大门派针对你是直冒老汉 七连山败卓长老正在急蹦着 突然出现一个人说道 卓天官这么急匆匆的 是要去哪呀 原来是天官谢无量 卓长老一看 是你 谢无量说 怎么 很惊讶吗 计划将至 卓天官可不能因为 私人恩怨一起用事 卓长老黑着脸 我儿子死了 你跟我说是意气用事 谢无量淡淡地说着 我只是在劝谨 若是坏了神将的大事 你可不只是死的儿子 这么简单 卓长老气到握紧拳头 你这是在吵醒我 谢无量拍了拍 卓长老的肩膀说 做事情之前呢 你最好想清楚 你儿子的仇 什么时候都可以 爆弹计划若是尸盖 可不一样 看着卓长老没有说话 懒意地说道 这就对了 切记你现在身负的责任 祁连山脉之前的那个山洞 顾绍阳一口鲜血喷出 现在的顾绍阳受伤极重 心想那个姓卓的功力太强了 我完全不是对手 甚至都走火入魔 还好 没有爆铁的王 这几股气息也慢慢被压制 之前吸收的唐明魔药的魔器 还有燕青院的黄道龙器 以及卓长风的鬼器 之前从来没有在意过他 没想到在我失控的时候 这些属性也跟着一块失控 我得想办法把他们炼化掉 不能再出插口 姓卓的可能随时会追过来 夏青秋摸了摸地上的心 心里暗响 这里进行过惨烈的战斗痕迹 根据打斗的痕迹 看样子不是单方面的屠杀 也就是说 顾绍阳有很大机会能够跑 但他却没有嘴 是因为几圈吗 顾绍阳 你究竟在哪 可千万不能有事 顾绍阳融合三种属性暴走 和卓长老互换伤害后好跑 卓长老在追击的过程中 被泄无量玩下 卓长老只好 派天风谷首席江兰去追击 奈何江兰说没有追赏 结果卓长老愤怒的 给了江兰一个大点 混账 那个打种已经被我打到半条命 这里都能跟丢 再去找 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 没想到江兰却说 我并不觉得现在这样做合适 如今各家都陆续抵达 长宗的事也都人尽皆知 这里是皇城 是有主人的地方 这件事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他们来之前将问题解决 这也是我一直在做 但现在的家到达 已经不能有我们再随便动手了 卓长老恶狠狠的看着江兰 你在叫我做事 我只是在说解决问题的方法 季萱已经被韩岳长老接回 现在韩岳谷和清明宗都在找顾绍阳 您现在还非要杀掉他 反而会让我们落在下方 我知道您痛失爱子是受害者 但现在看起来 我们天风谷已经陷入恶人一方了 卓长老又再次说道 顾绍阳必须死 敢杀我儿子的人 都得死 突然后面一个声音传来 你们天风谷将顾绍阳抓到哪去了 江兰 我告诉你 在事情微弄清之前 你若是敢动他一根毫毛 我必亲手杀了你 原来是夏青秋来吧 江兰笑眯眯的说着 夏师妹啊 顾绍阳的事跟我们无关 你要找人的话 可是问错地方了 夏青秋看了看旁边站着的老公 然后询问你就是 卓长宗的父亲卓长老吗 卓长老哼的一声 杀我儿子 别说一个清云宗的小弟子 就是你师父林克松 我也照杀不误 夏青秋一听睁大了双眼 你是说 顾绍阳 死了 随后拔剑就要向卓长老动手 江兰看得惊讶了 他要跟长老动手 卓长老大笑的 了不得 老父出山这几天 竟跟些小辈动手了 真是可笑 然后两眼一睁 就平你 夏青秋提剑就啥 直刺卓长老面门 但卓长老两指就把剑接住 夏青秋一脸惊讶 用尽全身力气 既然被他两根手指接住 卓长老一只手铐呗 别费力气 虽然你的确天字卓裕 被称为大元国三大天才之一 但若是想凭此跟我动手 还差得太远 境界的鸿沟 可不是靠天才两个字就能填品 随后就是一掌下去 夏青秋顺边被打了在地 江兰看着夏青秋一招都接不住 而那个顾绍阳明明只有剧员初七 却为什么能逃掉 甚至还伤了卓长老 难道真的只是走火入魔的原因吗 卓长老举起冒着紫色火焰的右手 下次提问题之前 先考虑一下配不配问 江兰赶往阻拦 卓长老息怒 还是暂且放过他 啪的一声 卓长老直接打在了江兰身上 吃里爬外的东西 回去就费了你弟子首扣的质问 江兰捂着胸膛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你 目前的形势 卓长老看着夏青秋思考了一下 转身说道 顾绍阳必须死 天王老子来了也是 再敢挑衅我就真不客气了 夏青秋起身看着江兰 谢谢你救了我 然后询问道 顾绍阳是不是还活着 此时山洞内 顾绍阳睁开双眼 叹了口气 终于将这几种属性全部练化完了 看来是不破不立 这次走火入魔虽说有些危险 但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完全提取了这几个属性 竟然让我连跳一出 直接到了剧园后期这下 再见到那个姓名 应该不会再落下风了 忽然洞口团来一个声音 是吗 吓了顾绍阳一跳 仔细一看 是天官谢无量 他嘴里说着 那要是遇到我 顾绍阳在连生两集后 没想到天官谢无量来到了洞口 顾绍阳一开始谢无量 还没等顾绍阳说话 谢无量就先说道 你品谋啊 短短几月时间不见 就会玄丹静的党老义这个蛋 哦 已经到剧园后期了 看起来是刚刚突破的 陆绍阳却说道 你想做什么 你也是玄丹静而已 真拼起命来 我也不会让你讨不到什么品 不然谢无量笑道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也就你敢说 而已 这两个字 放心这次我可不是跟你打架了 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天公 你若能来 我可立即生你了又行 天公高水如云 每个国家都设有十二游神 四大天官 天官之上还有星柱 神将 甚至是天王 那些存在修为早旧 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各种神功秘籍属不胜属 只要你愿意加入天公 就算是天接功法也有机会破标 你天资绝世 星云宗对你来说 只是小池子 小池子可是养不出真龙的 顾绍阳惊讶的味道 那你们为什么要抓雪渊 他对天公来说尤为重要 你若愿意加入天公 助我抓住雪渊 天界功法即可正常 我用宫内资源 助你一年内晋升玄丹镜 顾绍阳也是心动 若是能在天公的宝库里提取一通属性 那得有多少 可惜他们的目标是燕清渊 光这一点 我就不可能加入 眼下还是先吻出他再说 然后顾绍阳说 我加入天公 如果有个要求 我手上正缺级的图屋戒指 清云中又不愿意给我一个 刚刚入内门的地址发放 你那有吗 谢无量眯着眼睛心笑道 我当什么呢 原来是想要这个 不过这东西没人多待 这是前几日击杀的几个对手 脸里面的东西一定奉运 顾绍阳说道 多谢天公大人 那我就不客气了 之后伸手过去拿 在马上拿到戒指的时候 谢无量开谱 既然你愿意入我天公 还需一道小子的测试 顾绍阳急忙说道 这么麻烦 什么测试 谢无量咧嘴说 就是几日后的大人 届时 血缘会吹变主持 我希望到时候 你能复首诸武 事成之后 正式生你为十二游城 而且次你天机功 顾绍阳一脸尴尬 我都被天风鼓追杀成这样 你觉得还能去吗 我也不是清云中大鼓的文学 然而心里却想 要且提前通知燕金燕金才行 谢无量说道 天风鼓的事 我可以暂且帮你感觉 放心去就行了 最好你私下跟血缘见面 顾绍阳笑名说 成交 随时夏青秋正在森林里去找顾绍阳 心里想着 顾绍阳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刚刚和顾绍阳达成交易的谢无量 出现在一棵树上 看着夏青秋的背景 心里淋淋浅杀鸡 夏青秋损了 突然莫名其妙地 感觉到杀气 回头一看 什么眼睛 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 师姐是你吗 夏青秋惊讶地问 少阳 是 你没事吧 我听说做长老四处找你 真的担心死了 顾绍阳憨笑的 师姐放心 就是受了点皮外伤 夏青秋摸着下把说道 我找你这几天发现 想要杀你的人 一个比一个没对 刚刚都还察觉到了 很长的杀气 不过又突然消失了 顾绍阳心里想着 还是不要将赤底牵扯进来 要是看到我跟天官在一起 到时候误会 不得只是不亲了 最后快恐怖 这里经常有妖兽沉默 我也时常感觉到 杀气存在 夏青秋赶忙 叫顾绍阳回队 雷长老带队一定安全 回到皇宫后 雷长老对顾绍阳说 你放心地待在我身边 天风鼓他们领吹 不能拿你平衡 你安心修炼 话还没说完 雷长老就惊讶住了 你既然到了巨人后期 顾绍阳警示道 这次有些激励 几次在死亡被人徘徊 一不小心 就突破巨人后期 雷长老围着顾绍阳转了几圈 天重其台 不应 你必须跟我学见 老夫要把毕生所说传授音 夏青秋大声说道 没想到师弟不到半年时间 竟然泡过许多天才多年的地理 可惜可不 既然如此 我们应该也让顾绍阳参加比试 雷长老一脸不耐 可惜名单早已报我 无法更改 顾绍阳联盟说道 没事 此次大会我在参观学习下 虽说境界年底达到 但真正实力却不及别人 还需在本部一番 雷长老开口 既然如此 我的雷烈剑法传授于你 祝你拱固境界 你可不许拒绝了 顾绍阳赶忙谢过雷长老 然后询问道 韩岳谷的纪宣 当时为了救我身负重伤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下青秋回来 他被救起来的时候 受伤比较重 估计此次大比没办法参加了 顾绍阳急切地问 他现在在 顾绍阳非常担心继续 然后就来到了 韩岳谷居住的地方 继续在屋里正在 忽然一个声音传过来 继姑娘该吃药了 继续边说边回头看 都说了我没事 你们赶紧先去找 顾绍阳 顾绍阳在门口笑着说 真是难为继续姑娘 都正是你样 还在替我坐下 继续扑着 看向顾绍阳 没事吧 这几天可担心死我了 那时候你 忽然发疯 像是走火入魔一盘 而对方舟长老 又说很辣 旁边还有一个 江兰虎式担待 我生怕你有事 可自己有无能为力 顾绍阳摸着继续的脑瓜子 好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继续恩了一声 我知道 可就是忍不住 我真的担心死了 对了 你是这么拖醒 顾绍阳坐了下来 当时我的确是走火入魔 不过那时候 组长老出手也有组护己 最后不知道 怎么就逃到了一处山洞 惯性的是在那里克服掉魔人 捡回来一条小命 然后出来 就碰到找我的下师姐 没想到继续关注的是 你的下师姐 的确挺漂亮的 顾绍阳笑眠 你再说什么 这是我回来后 专门为你炼制的 治疗内伤的气血丹 你赶紧服用一颗吧 继续瞪大了双眼 你还会炼丹 顾绍阳给了继续一粒丹药 我师父可是清云中的雷正松 在大云国都处于一流丹师 我当然会 继续惊讶 这是十级的气血丹 真的是你炼 肯定啊 外面可买不到如此品项的气血丹 来赶紧吃了 随即 顾绍阳轻就为继续喂了 继续脸 微红的说着 谢谢你 下一秒 赵妹子端着要走了过来 嘴里喊道 师妹该吃药了 忽然尴尬住了 瞬间转身往外走去 没事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继续 两人都羞红了脸 把头转了过去 顾绍阳轻咳了两声 继姑娘 我只是想听你喂 没别的意识 赵妹子看着手里端着的药 好 要在我这呢 心里想着 可是骗鬼 要我才端过来 还在我手上吗 找借口 也该找个好一点 顾绍阳举起两只手 发誓的说道 我真的当当在喂你 赵妹子摁了两只招 我有名说不是 咱们就赶紧喂吧 我就不在这碍 给继续都看笑了 顾绍阳赶忙把药放下口 还说 那个继姑娘 你好好吃呀 我改天再来看你 时间一转眼 到了大骨的日子 韩月股继续因为伤势 没有来 天风鼓里对着吃药了 清云中这边 雷长老问顾绍阳 我传你的剑 最近见得如何了 回雷长老 略有心 只是还尚未实战 可惜这次你未能参赛 否则能跟各种天才交手 正式练剑的绝佳机会 顾绍阳拍口说道 没关系 下次有机会再参加 这是一个声音说道 怎么 杀人凶手 也敢如此招摇过世 不怕跌一跤摔死吗 顾绍阳回头一看 天风鼓的人 顾长老拍口说道 原来十七云中的姐妹 最近出门可得想 雷长老看向唐长老 你是在找天风鼓来的 可别让旁边的人乱说话 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楚了 这件事 我们清云中可以作怪 但若有人执意不可通手 那我就联合其他宗门 让皇家对这次事件 做个公正的采取 到时候可别怪我诬陷你 天风鼓于独翼之地 左长老气的刚要发飙 长长老跟说道 好了 老卓你也别跟人置气 今天还是以大笔为主 不过比试嘛 难免会有误伤 到时候 雷长老也别像老卓一样 置气就行 你们这是打算公报私仇 长长老叹了贪手笑的 雷长老说笑了 这大笔都是各家天骄地 境界难免有个高低 为了争得头头 有一两个死伤 那是难免的 好大的口气 虽说你们天风鼓的 守信地区将来 的确有几个天赋 但说想要打败 我们清雲中 怕是也不说大了吧 长长老满脸的性 谁说 我们只有一个将来 这时 长长老的地区行 天风鼓地区 谢无量见对雷长老 顾绍阳惊讶了 心里想着 谢无量 他是天官 谢无量 顾绍阳一脸疑惑 他要代表天风鼓的参赛 主持宣布 第一场开始 闯天心幻阵 天心幻阵 是我大元国 遗留的上股阵 目前仍然未能全部解开 不过 我们已将阵内 原本较为危险的地方封印 凡是见到此封印度号 主委不要用 因为那里面危险 就连神海镜都无法抵抗 阵中设有 30道特制御符 入阵后 只要能找到御符 然后在破解阵法 到达阵眼即可过关 按得到御符数量排名 此次比赛时间 以三天为期 若是还是无法破解 阵法达到阵眼的 会被自动轻退出来 不过 入阵后手段不限 死伤不救 陆绍阳顿时间惊讶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长风顺量说 他们早就打定主意 在比赛中报仇了 不对 我没参赛 他们的目标是下世界 而且是让天官 谢无量对付下世界 他们这是 拿我没办法 所以是迁怒到了清云宫吗 这事着长老一股不还好意的眼神看来过来 顾绍阳赶忙血师姐 退出这次比赛 夏青秋激动地说 你这是什么话 我知道你的顾忌 是我也不是能认他们揉捏的 再说了 这场大战 咱们清云宫就出了争第一来 顾师弟 你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天台 修为突飞速度无人能及 但还是休息时间太短 境界落后他们大半 所以感觉有危险会退缩 这么好 但有些事实必为之 而且师姐我已经突破明真境 再不计自保 也不是问题 顾绍阳又提醒 可是 师姐 那个谢无量是天风独寝的外言 根本不是心境之一 而且他的实力不止明真境 夏青秋坚定地说 师弟 如今已是见在弦上 这次比赛 我无论如何都要参加 不只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清云宫的颜面 雷长老过来说道 青秋说得没错 如今 我们已别无办法 各式气赛 天风独更会变在家里 好在这是上古犯阵 想要在里面追杀一个人 是几乎不可能的 而且我也感觉 那个谢无量十分古怪 你若是遇到他 不要应奉 如果察觉到危险 就直接赶往阵影 只要达到阵影 就没人敢伤了 顾绍阳疑惑地问你 为什么到阵影不安全呢 因为大元皇朝的天才公主 会在阵影亲自迎接过关主 在他面前 没人敢动手 顾绍阳彻底惊讶 此时在森林的另一处 一帮带着面具的人 在这里聚集 这是一个探索来报 启禀天官大人 大笔已经开始了 一个天官问道 那密道呢 已经打开 随时可以进阵 这次咱们 四大天官联手 这个血缘一定得拿下 另一个天官笑嘻嘻的 天心幻阵 这个位置选得真好 大元皇的皇朝 真把这个武阵 当成自杂的 可惜他们不知道 天心幻阵的机密 咱们天宫也已经 破解的差不多了 此次可谓是一时二年 沈海新军就亲自够阵 咱们要做的就是 新军到来之前 潜入幻阵中拿下血渊 既然血渊 他们离开皇宫 没有了燕皇秘密 岂不是首到秦来 还是不要大意 我们等这次机会 不太久了 随后一声大声 十二游神听令 随我进入幻阵 拿下血渊 你再现场 古时宣布 天心幻阵失恋 正式开始 各个门派地 都朝着阵口跑去 临走时 雷长老兵主 清秋你务必小心 这次可不是寻常的可能 顾少阳看着 夏清秋的背影响起了 原来燕青渊 会在天心幻阵中出现 怪不得谢无量 会冒充天宗祖地主参赛 现在逻辑就清楚了 谢无量和天宫祖宗的交易 谢无量进入天心幻阵 自然是为了燕青渊 而他要拉拢我入天宫 所以自然不能再杀我 那他们的交易会是什么 顾少阳突然明白 天风谷是要借助天宫的力量 对付清雲中 不行 我一定得想到 宫之燕青渊 顾少阳突然发现 谢无量出现在自己的甜蜜 然后随手飞出一张小纸条 打开纸条看到上面写着 速去此地陆镇 我会接应 心想这时陆镇得密道 幸好当时假装答应他加入天宫了 我正愁如何进入患镇 然后开口对雷长老说道 我去附近转转 看看这患镇外面是什么样的 基凡 reduction 随手 距禁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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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